李文貞議員這個發言 德霞主席 局長 剛才我若私底下和你稍微有檢討老書的比例問題 現在剛才你在說 或是可以去我們本會董令人在說 因為你的認知就是 這個我就只能夠無規定的 現在就是因為我們的老書獲學之後 他的思索又減兩則下來 所以畢作說 我們就要把很多大科的老書拿出來 對不對 現在當然有無規不對 有無規定的規定是這樣 但是大家覺得這樣的時候 影響到孩子的教育品質 而且也影響到老書 他的這種負擔嘛 還有我們像教這種做法的時候到2021年 大概一百十年的時候 我們還不用去拼請新的老書了 對不對 現在我請教一下 你現在說的是國小還是國中 這個國小 國小其實我們現在國小每年都在聘老師 聘老師 國中呢 國中因為現在減班比較嚴重 所以我們去年到今年沒辦法度聘 進場也是都有聘 對 這個不管是國小還是國中 現在就是說我們所聘的老書上是聘 很少的 很少的時候 我們去年國小還有聘一百七十幾個 這樣可能是國中的那樣 現在就是說 現在就是說 校長你會說我就有了我就照夠補 我照夠補這個一點六五啊 還是說一比二啊 我就有照顧這個規定啊 但是齁 現在就是說 我們這個 在教育界來說 我們就覺得說 這樣這種的一個 這已經是 無下時代 無合理 除了說我們的這個 老書聖説之後 這個 這個所減少之後 齁 現在比作說 這種的一個 比例啊 已經是 這個影響到教育的品質了 所以 現在就是說 我們大家認為說 這種的一個 比例 齁 這個要改啊 齁 現在最主要不是說 我們有照這個規定 沒有照這個規定 現在目前是這個規定齁 根本就已經不合理了嘛 所以教育部學 在想說要來改變這種規定嘛 所以要改變這個規定的中間 當然他就要 這個 像說這些教育界嘛 還是說這些老書 這些學校嘛 齁 這個制度嘛 但是怎麼呢 現在這樣 結果的時候 人家就是說 他就像台南市反對的 齁 你像台中市 我們喝茶凌 喝茶凌 他覺得說 欸 對啊 這個 這樣齁 會影響到 我們教育的一個品質 齁 齁 甚至呢 他的這個 人家的這個學校 齁 他們的這個教育局 齁 就是說 哎 啊 現在目前 齁 目前的時候 這個 政策 還沒辦法改變的時候 動調的時候 人家 齁 現在就有這個 七班政家一個老書嘛 齁 局長對不對 台中啊 對啊 對啊 齁 要是說 因為 這個是 齁 齁 那個不對的嘛 齁 所以 那個局長 你不可以說 我就有教教育部的規定啊 齁 就1.65 一比2啊 齁 現在你就是說 我有教教育部的規定 齁 齁 但是呢 因為我們的學校裡面 有差不多 中間一兩生的 會這種的一個 啊 呃 應該是這樣 譬如說 我就 啊 因為 大學學校沒剛好 可能我生散 齁 還是我要進修 齁 還是我什麼樣的事情 齁 所以我 欸 雖然沒辦法改成 所以可能 啊 這個 欸 要請 這些的台科老師 齁 來 來台科 但是現在我們的台科 怎麼變成一個常態啊 齁 變成什麼 那個 齁 都差不多 兩聲 左右的一個 台科的老師啊 欸 議員我跟您報告一下齁 齁 那個 之前媒體上 他在說了 說我們齁 台科有兩聲 其實這個 資訊是不對的啦 我們 我們有代理 代科沒有不對 但是我們的老師 代理的部分是比較多的啦 譬如說啦 因為怎樣呢 因為這個齁 我們在那裡說 這個台科的這個意義不大啦 齁 這個台科的 我有觀察你 台科一聲 台科兩聲 那個是另外一個問題啦 我有觀察你 台科的規矩 現在問題就是說 因為啊 他這款的一個比例 金本都一鏡 這個 因為你 這個 老鼠 職水了喔 所以 他這個 點情所 他就減少嘛 減少 當然你就需要 比較多的老鼠嘛 問題是在這裡 對不對 所以議員跟議員報告 所以我們國小的部分呢 課稅配套之後 我們從美班1.5師提升到1.65師 所以這個變責是有提款的 沒有啦 我跟你說啦 因為變責如果有提款啦 我們全國的這個教育界 人也不會想說 這種的一個 這就是有問題啦 所以你現在你還一直在這樣說 1.65 這樣就已經 這個 這個很誇張了 好 你會覺得說 這個教育部的規矩 我就對1.5 把它提升到1.65了 你現在又在這家裡 在説人籠啊 現在人已經是說 這個整個 政局的一個 這種的一個規矩啊 因為你 這個老鼠 這個思索減少之後 你 這個 這種的一個比例 這個就已經 已經不合理了嘛 所以 現在教育部 他要 他要改變這種東西嘛 今天很簡單嘛 就是說教育部 他要改變這個 這總是 對教育來說是一個 好的事情嘛 我們的孩子的時候 我們如果有一個 比較固定的老師 一個比較聰明的老師 我們的孩子 這個受教育的品質 絕對一定是比較好嘛 這對家長來說是好的嘛 是怎麼我們台南市 我們要去跟他們走動呢 是怎麼你去跟他們反對呢 所以 這個 在全國的教育來說 這個是 大家 大家 對台南市人的 怎麼說話 怎麼看法啦 對不對 局長 不是這樣 好 是市長叫你這樣 是市長叫你這樣做的 還是說是局長你這樣做的 好 局長 我跟議員報告一下 我剛才私底下也有跟議員說明 說這個部分呢 因為教育部他也是採用編制外的這個原額 那他要聘的也是代理的老師 我告訴你 這個偏制外的原額可能是你在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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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偏制外的比較有可能說 這個可以因應 你降低兩兩小時的這樣一個終點的一個時數嘛 這個時候這樣才有一個配套嘛對不對 因為你今天你 聖水之後 你減兩點清之後 結果的時候 你游完這款的一個比例 你根本你就沒有做一個改變 沒有做一個配套嘛 所以你現在你只能一直在說 這教育部合法啦 還是說這教育部 他也是要請代理的啦 其實啦 現在就是說 教育部要給我們出高贈的金費 我們地方比較出一贈而已嘛 對不對 這樣是怎樣 我們地方是怎樣在那邊抗拒呢 人家現在就是非常質疑的地方 就是在這邊啦 你像說人家台中的這個做法 人家相當的支持啊 人家相當的這個配合啊 甚至現在因為這個 沒辦法來改變 沒辦法通過的時候 你看人家這個七班的中間 人家增加一個老師啊 為什麼台中做得到 我們做不夠 那個跟議員報告 就是多增加幾班 多聘一個老師 這個部分我們台南市也是有的 我們以我們國中來說 我們每班兩名老師嘛 那增九班會多增一名老師 這個我們也是有相關的規定 那個我們是增九班啦 人家是增七班啦 你看人家就要減兩班嘛 現在就是說這個問題 我們探討這個問題 減討這個問題就是說 這個是整體的一個教育的一個問題 一個政策啦 因為你台南市的時候 你獨牌綜藝 你給人家反對喔 這個DV就是說你是相當正確啦 大家相當認同你啦 啊我希望 改變這樣子一個不合理的一個政策 為什麼你反對呢 所以這個局長我希望說 這個問題你要好好的 要好好的趕快檢討 不管你是什麼樣的理由 就是要選這幾年的經費 還是什麼樣的理由 這個我們不應該這樣子獨牌綜藝 局長這個你們還是要 進一步的一個檢討 不然的話你有找我們那個 就是說相關的這些老師 還是說相關的人大家來討論嗎 你有找大家來講 大家不然我們來研究看看 我市政府我覺得這種的做法 覺得不很有道理 你們大家不然來參加看看 為什麼大家才會贊成 才會跟我們反對 我反對是對的 大家來座談看看 來溝通看看 應該是這樣子才對嘛 對不對 我們可以說你反對就反對 這個還是影響到這個學生 好 我們下一位請 呂維映議員發言 好 謝謝主席 局長我想要請教我們全台南市 國小腹色幼兒園 這樣總共有幾間啊 我們有165間 165間 165間 那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一般來說 當然這個國小跟幼稚園 那小朋友因為他的對象不同 所以不管是專業的教職人員 應該他有所差異啦 應該是這樣沒有錯 因為他的任用資格就 任用資格本身就有差異 那我想另外再請問一下 就是除了他的那個國小的那個 就是國小他的 幼兒園他的教師的任用資格差異 那包括小朋友他在使用的設備上有沒有差異 使用的設備上因為不管是國小或幼兒園 他也有相關的這個規範啦 比方說以幼兒園來說 什麼樣的規範 我舉例來講 比方說幼兒園他就要有那個讓他遊戲的空間嘛 還有他五歲的這個空間 那另外他的廁所 也因為小孩子的這個身高 所以相關的這個 所以因為小朋友他的身高體重的限制的不一樣 所以國小也好他的幼兒園也好 理論上他的使用的器材是有差別的嗎 沒有錯嗎 對 包括教室包括廁所 甚至包括遊樂器材應該都是要有差別 沒有錯嗎 有一些是可以共用 但是有一些他就一定要有專屬的這樣 共用的部分也要看他的身高跟這個體重的限制 應該是這樣子吧 所以我們這幾年啊 像我們的幼兒園的部分 不管是專幼或者是富幼 我們都有去跟教育部申請專案的經費來改善 他的這個學習空間跟他的遊戲空間 學習空間 遊戲空間 好 我是在想要跟他討論一個部分 那為什麼我去龍鋼國小的時候 看到龍鋼國小他也有附設幼兒園嗎 那為什麼龍鋼國小的本身 國小的本身他並沒有所謂的國小的血統使用的遊樂器材 幼兒園有他的遊樂器材 但是我發現國小的小朋友會跟幼兒園的小朋友 共用遊樂器材這樣子合理嗎 這當然要去看遊樂器材 他的裡面剛才說說的那個使用的一個限制嘛 包括他身高還是包括他體重 那不是這樣 對 因為比方說像盪鞦韆 有的學校盪鞦韆裡面他就會有分 比較大座的 比較小座的 他有承載力的問題嘛 還是說他的那個 他會關注的問題嘛 包括溜滑梯 有這個縮家座的 白梯子座的嘛 他那有差別嘛 以前他還有一種大象溜滑梯啊 好啊 有大象溜滑梯 我小的小的大象溜滑梯啊 所以現在特別拜託局長 我想是不是去通盤的一個了解 包括我剛才所說的 這個農工國小的部分 就是說這個國小的小朋友 跟這個幼兒園的小朋友 他們共同在使用遊樂器材的部分 這個遊樂器材本身是不是 同時都適合 兩個不同階段的小朋友去做使用啦 啊 感到尊重你們去了解之後 發現說這個 比方說我剛才說的 農工國小的小朋友 那他們的 比方說他們身高啊 體重 他們可能已經超過的器材的使用標準 拜託我農工國小的小朋友 有新的遊樂器材這樣好不好 好 這個我會去通盤的了解 因為一般如果在國小 他們使用遊樂器材 大部分都是比較低年級的 那中高年級的小孩 他就喜歡打球 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遊戲啦 這個我們會來做一個了解 可能就球類運動或才藝運動嘛 但是有小朋友也是會喜歡蛋修籤 也會喜歡使用溜滑梯嘛 是是是 所以這個我們會 就是議員您剛才提到 那個榮剛國小的部分 我們再去瞭解一下說 當初他在申請的時候 因為我不知道榮剛這幾年有沒有申請 那個幼兒園的 對 我是說他幼兒園有沒有新設 幼兒園有沒有之前有沒有申請 教育部的專案 有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會再去做一個公盤的了解 拜託這個局長去了解 好 另外我想要這個另外請到這個局長 局長我們這個局內有沒有到底有幾項的委員會 需要告訴會或是告訴這個公會 工會來配合 讓他們來參加我們委員會 推派委員會 到底有多幾個委員會 這個可能各科室 像克發科 特幼科 都有一些委員會 總共幾個 這個我可能要去了解一下 去了解一下 對 那有什麼人他了解 科長 藝順科長 還是我們王副知道嗎 副局長比較不清楚 因為我們大大小小的委員會 可能有40來個 有40來個 但是不是每一項 不是每一項都需要教師會或教師公會 這個派官去參加的 我想要跟局長建議 其實這個問題 其實局長也知道我要說什麼 其實我們討論很久 對上一個會期到這個會期 其實我們已經說過了 我猜我們要求 不管是教師會 教師公會 還是其他相關的家長會的團體 如果我們需要派員參加的 是可以尊重一下我們的民間 這個我當然知道 這個教師它有兩種不一樣的身分 它平常在學校的時候它是老師 當然接受教育局的一個管轄 但是它如果去組成教師會或教師公會 它可能是經過公會法 它可能是經過人團法 但是不管流行 它都是一個民間的團體 我們才沒有尊重這個地方的民間團體 這局長我相信很多人都應該幫你歡迎 不知道局長你的想法 議員我也跟您報告一下 當然這個部分有分幾個層次來看 有一些委員會雖然是由我們教育局來組成 但是其實它是要簽到府城 由這個市長或是有些是副市長 那一邊來全選然後聘任這樣子 所以我們其實不是只有針對教師團體 或是家長團體這個部分 我們其實包括專家學者的部分 我們也是都會盧獵比較多的名單 讓長官去考量 因為以我們教審會來說好了 我們希望裡面組成成員 有來自於國小 有來自於國中 有來自於高中跟大專院校 所以等於是說它的層面是比較廣的 那我們也希望說教師團體或是家長團體 他們所推薦的是可以有不同的 這樣子的就是不同階段別 不同學習階段別的家長 你說的是其中可能有幾項屬 有這種不一樣的屬求 它可能需要來自國小 你要來自國中 你就清楚在你的公文裡面 消耗很清楚就好了 那就是包括你想說你前一陣 那個常態邊幫委員會 這他有什麼需要 需要國中還是國小 或是說他可能 我有跟你們要求 結果你們發一個新聞稿回應說 你們可以對裡面 經一個比較有能力的人 不然教師會或是教師工會 提供你的名單 不然土股也是比較沒能力的人 沒有沒有 議員我跟您報告 那個案子 後來我有 那種新聞稿到底是誰人寫的 後來我有要求我們的同仁 就是說 這東西它是協助你行政工作而已 哪有需要還給你們考慮 所以像常態邊班這樣子的 我真的想不到 常態邊班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也很感謝教師會跟 教師團體跟家長團體給我們協助 包括我們有時候到一些學校 去做這個集合的這個部分的時候 然後其實他們也給我們非常大的這個協助 那您講的剛才講的那個案子 我後來有找我們同仁來了解 他的確是在處理上有一些不恰當的地方 這個我有要求我們科長跟那個承辦的同仁 一定要以後一定要確實不可以再發生同樣的情形 這樣 是 所以也拜託局長可以這個尊教 不管是我的建議 還是說包括林一錦議員應該也曾經跟您建議過 不必要的林… 還有再一分鐘 就拜託局長 就能除了你剛才所說的 有一些比較特殊的委員會 需要經過你們的考慮通盤的去了解 或者說他有可能有來自不同領域別 需要你們去做通盤的檢討以外 那有些委員會其實本身就是應該要尊重 九十五歲 九十五歲 還是家長會所推牌的代表 如果這樣 第一 你違反到民主的基礎 第二 可能你會讓民間這些社團 會認為你們是會經倒幾位說 這幾位可能會比較好講話 可能不會跟你們做延遲的針鋒相對 你們就可能比較要講這幾位 這幾位 哇 這個比較難替逃 會議裡面 可能沒辦法一直尊重你們的意思 所以你們就比較不敢這兩位來 我想可能你如果這樣做會 會讓民間有這種的相反 跟議員報告我們不會有這樣的想法 討論其實都是需要激盪的 因為我們也不見得說 思慮都可以很周全 所以我們也很希望說 大家共同為教育的議題 來做這個深切的討論這樣子 我們也非常謝謝這些團體們 他們也給我們很多建言 謝謝 我們下面阿蘭請許之春議員發言 好 那個感謝主席 謝謝 那個舉早請教一下 是 你們現在那個幼稚園 那個幼兒園 就是小班中班年齡怎麼分 小班是幾歲下 小班是2到3歲 2到3歲 中班呢 3到5歲 那個3到4 3到4 那大班呢 就是4到5歲 那我請教一下 那為什麼我們市立的幼兒園 我們只收大班 中小怎麼都會不收呢 我們名額為什麼會那麼少呢 只有開一個班呢 而且還粉而是上學呢 你知不知道這個事情 議員您指的是哪一個 就是我們市立小學 附設的幼稚園 名額比如說是有40個名額 好 那我中班就是2到3歲 不收 3到4歲中班 收20個 大班收20個 然後就粉而招生 上課分開上 就一個班 那我們現在小孩子這麼多 為什麼小學裡面的制度會變成 幼稚兒班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子呢 我跟議員報告一下齁 就是說如果有一些幼兒園 他會有 比方說像什麼以前講的 說5歲專班 4歲專班 你可不可以下打馬上決定 幼兒園 小學一班 這是 這個 2到3歲的開個班 中班開個班 大班開個班 要不要這樣子做 我跟議員報告齁 這個因為 我們每年齁其實都有檢討 就是幼兒園要中班的部分這樣 你們就是在 檢討已經多少次了 為什麼我們市立的這些 有這麼多的資源 有這麼好的場所 那為什麼我們小班中班不獨立開班呢 為什麼很納悶呢 為什麼只有開了大班 而且是粉而招生呢 個別教學 這樣的諸多的教育好嗎 你難道有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嗎 那為什麼只限收一個班呢 難道沒有名額嗎 大家 拿到要四 幾百的 再抽籤抽就一個 還要再保障低收入戶 個別條件的在保障 名額剩下沒有到三分之一 而且你沒有曲線 你連領不足 我們連領夠 我們沒有開班 你行政是這樣子做的嗎 很納悶耶 我跟議員報告 都那個不利條件的誘餌 你說這樣子的話 你提供法令給我 我跟你講幾乎很多的勢力中學 幾個月 小班都聚收 還有這個天理啊 是 相關的資料呢 我會提供給議員 明年制度你再不敢看看 我們這麼好的資源 這麼好的教師 這麼好的場所 既然我們每次的幼稚園的開班 就是粉而是 名額特別少 不是我們喜歡生氣啊 真的在我們 接觸到這些人 這麼多的人要上課 結果你們試驗不收 好 那你就要到 民間幼稚園區 第一點協會高 好 小班他們不收 那請問你 二到三歲的這些小孩 要受教育到哪裡去 到哪裡去 跟議員報告 其實我們真的每一年都有希望說 可以再增加我們 局長 我跟你講 我不希望是希望 我希望的是明確的政策 明年有沒有辦法改變 每個小學 你就是中班國的開班 是25個名額還是30個名額 中班國的開班 大班國的開班 有沒有辦法 有沒有辦法觀測 我們會來努力 努力 我不希望說照理講怎麼樣 那個官場話我都聽得很膩了 這是第一點 我跟妳建議的 跟議員報告 不應該用政策來阻擋一些小孩子的 這個 上課的這個權利 是我想我也很誠懇的跟議員報告 因為這個牽涉到兩個部分 一個是因為私立幼兒園 我們也有招生的壓力 所以我們每次如果要增加公幼 私立幼兒園又是另外一個 他們會認為說這樣會影響到他們的生源 誰的生源 是誰的生源 私立幼兒園的生源 就是我們如果增加公立幼兒園 好那幾歲 增加幼兒園的班次 你跟我講 增加的是班次是幾年級的 沒有因為我們如果 那我請問妳 2到3歲的民間有沒有在開 也有 你法條換看看 2至3歲的民間在開 有幾個學校幼兒園有在開 有在開班 是這個資料我會給議員 對不對 整個私立醫院 整個私立的學校 既然是這樣子辦教育的幼兒園 真的很費心啊 好再來 我們十二年的國教 十二年的國教 是不是要給人家授權教育的機會 那我請問妳 國小的班級開出來了 超額了聚收 在行政區裡面 我要受教育 請問一下 我應該在選擇 在我的選舉區裡面受教育 還是要受輔導轉到別的學校去 既然會這種事情發生 校長我這樣講妳的了解意思嗎 我知道議員的意思就是說 比如說我今天開班是五班 一個班級是幾位 三十二位 沒有國小二十九位 二十九位好 妳五班超額了 那我在行政區裡面 不然既然自己收 議員我跟您報告一下 因為我不知道您講的這個學校 是不是我們總量管制的學校 就是沒有錯 那好那你總量管制 那你學期裡面 在他的學區裡面 你既然不跟他收 那我臨近上學 什麼叫做義務教育 臨近校學 你不跟我收 那我到別的學校去 是 議員我跟您報告 因為總量管制的學校 受限於說 他的這個教室的空間 他的活動的空間 好來 來機長我知道你要講什麼 總量管制也好 十二年教育 國小國中 既然你這樣子 那我請問你 你面對了今年的問題 教師操委的問題 你怎麼辦 有個學生嗎 減班啊 你這邊控制班啊 你叫減班啊 那你操委老師呢 你怎麼配套 我講的道理你知道嗎 議員指的是國小或是國中 國中 國小都有這個可能 國中國小都有這個可能 現在少子社會 對 好那你明年遇到的就是操委問題 操委命的 你大概 臺南市整個 教師操車名額 你大概有幾百位 你算了沒有 我跟議員報告 我跟議員報告 我跟議員報告一下 今年我們的確是國中小都有減班 那國中的部分呢 因為減班的班數是比較多 我今天早上有報告 說國中是減170班左右這樣子 那我們如果從各校來看 的確有部分的學校 因為他減班減的比較多 所以他有老師超額的這個問題 但是如果從我們整體台南市 來講的話 我們老師是沒有超額 這樣的狀況 也就是說 各校 各別學校超額的部分 我們會透過 借聘媒合的方式 那把這些老師 這個借聘到 有缺額的學校 就是你在同樣 在市立國中裡面 你會把它轉出去 是 但是你今年 你剛剛查看歌名額 你轉出去以後 還是增加 因為你的是減班 因為我跟議員報告 我的確有掌握這樣的數字 而且減班不是你們可以減班 是因為少子受惠 是 所以你不得不減班 對 所以我們現在看起來的是說 我們的確有個別學校超額的情形 但是就我們整個台南市來講 老師是不會有超額的 那這個你是理想化啦 萬一我是台南市的永福 獄錦的某某國小 這個名額 你要把永福國小老師 調到獄錦去嗎 因為這個就是 我們會看實際上的這個狀況在配置 問題就是發生了啊 你古典 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台南關的 原本那個地方 好那你這邊是缺超額啊 那邊是沒有人要搭啊 老師超額你要是調到市區來啊 好現在來市區和北京俠 超額 老師你要到哪裡去 所以你這個整個調整上 真的是有問題啦 會造成一些老師上 可能他的臨近就教學 可能就產生問題 那個主席 不好意思 還有一個時間 你會好好去思考 我就跟你建立這個要重視這個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 你校長的臨險最近的制度 是不是更改了 對不對 你這些的委員是怎麼來的 校長 國中國小的校長的臨險制度 你這些名額有沒有按照 一邊的公平性的三分之一的比例 學者專家行政人員 這樣的比例 我跟議員報告 因為我們現在臨選委員會的委員 還沒有產生 好所以我不太清楚 議員您問的是 那你沒有產生 那你今年 就是去年也好 去年 你校長怎麼臨選出來的 不是從學校裡面投票出來 是我們行政裡面結議出來的校長 是不是繼續留任 還是到哪個校長去任職 是不是我們委員會結議的 因為校長臨選 一向都是由臨選委員會 對 這是臨選委員會 再給一分鐘 以前是由家長會他們都有代表 來比例三分之一來投票 現在沒有 現在就是你們市政府臨聘的委員 把他們把名單拿出來 把資料說出來 就是委員來決議 這個校長是不是繼續在留任 或是這個校長 是不是到哪個學校去 是不是 由你們這個委員來決定 是不是 跟議員報告 這個 現在的家長代表 教師代表 的這個部分 像教師代表的部分 是得過全國 或者是市的士師奪 或是教學卓越獎的老師 那家長代表的部分 是由我們今年初缺學校的校長 的學校推派 他們學校的這個家長會長 再來呢 這個由市長來臨聘 這樣子 那這個制度呢 是從合併之後 就一直維持這樣子 我個人來之後 我沒有做調整 那你明顯的這些校長委員裡面 這些的職位上 都是什麼樣的人 有家長的代表 有 就是家長代表 是 是不是 市議員那個 我們再試一次 點 齁 我們 把聲音給局長齁 很抱歉 名單的部分 第一個我們今年還沒 我們會寫 我們會寫說家長代表 這個牽涉到法的問題 因為這個牽涉到法的問題 我們絕對是依照法來做 跟議員做這樣的報告 好 跟大會報告 那個 我們 明天還有一天 是教育局的質詢 業務質詢 我們 今天的話 如果是有要延長的話 我們都只有一次 一次 麥克風 一分鐘 這樣 如果 還要說 還要上次 這樣 蝦咪 我們邀請我們的 這個 曾沛亞議員來發言 感謝我們蔡主席 局長 我今晚的時候聽到 齊智村議員說幼兒園這家 在學校 我們公立學校的 幼稚園班級數的問題 曾經已經幾年都 有一個這個問題 大家爭議 而且我覺得 齊智村議員 目前所有議員 都有接到 包括我們主席 應該都有這麼 我們家 我們要投稿才能 拜託一下 其實我們都已經知道了 兩年的制度就是說 沒辦法 現在不是學校 全部都抽 是由家長 家長 第一個家長 抽第二個家長 第三個家長 是不是這個制度了 已經 駕長妳怎麼聽我的意思 不好意思 我沒有聽懂 妳沒聽懂 現在 是不是幼稚園都要投稿 現在都公開抽 本來的兩年都公開抽 那我意思說 現在目前的議員 最好的事情就是 幼稚園 我們孫子要去入幼稚園 我們怕要入幼稚園 可以到三天 這個議題 那這個問題 從去年度 大家 我想我很多議員 都在說 現在少子化的時候 減班的時候 每個學校都有那個 控懸的閒置的教室出來了 是不是能夠在這個裡面的 閒置教室 也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我知道妳努力的目標 我是要拿刺 是要拿刺 拿刺 拿刺也能夠希望 為什麼 當然我們教會 會考慮到說 民間也有民間 會 教育機構嘛 對不對 給幼稚園機構 他們也不能說 我們公立 用那麼多 如果班級數多了 他們沒有辦法生存 這是考量之一 但是我要在這裡 要說的就是說 因為我們 以前設置幼稚園 是要給學校的老師方便 他的孩子 會優先 對不對 目前也是有這樣子 原本就是這樣子嘛 那後來 因為不是在每個學校的 老師裡面 有那麼多孩子 可以就讀 來現在我們 讀了在職的老師 教師們 行政人員 來就是 少數那個 少數民族 就是那個 少數民族是不是 您講的是 那個原住民 新住民之類的嗎 對 是不是我優先 有沒有優先 他原則上 不利條件的會優先 這個包括呢 比方說他是家庭經濟弱勢的 或者是說他是單親 這個也優先對不對 對對 就是不利條件的優先 這都優先 但是我印象中 新住民是沒有優先 有沒有 沒有 沒有好 對 你可以想 你教職員工 尤其 家庭比較貧困的 還有 新住民 三地同班 你可以想 一班的班級數 幼稚園有幾個呢 一班幾個 一班原則上是三十個 三十個 一間校兩班 如果這樣 原有的中班已經升為大班 這樣一間校村沒有二十幾個名字嘛 對不對 一班跟一班的學校應該兩班裡面 到最後每個的時候 就一個 幼稚園沒有 差不多都存一班的名字 就是一班的那個名額 那你說 在邊緣經濟比較不好的 孩子要去讀幼稚園的時候 你看 他就沒有少了很多的機會了啊 所以我記得這幾年來 從這個 經濟不景氣之下 有很多人想要讀那個 我們公立的 國小的 附設幼稚園裡面 那我記得 這幾年所有議員也要反映這一點 那希望說 可以多開一班 多開一班 可以 而且我們學校裡面 限制的空間很多了嘛 如果 可以的話 是 對一些 經濟更不好 而且 酸心家庭 現在 我要說很多事團 沒有酸心的 為什麼 不是不去工作 是真的沒有工作的地方 是不是很多都 那 我們 我們公立 國小的 附設幼稚園裡面 能夠 多一班 因為 你覺得 靠靠的 所有 護照條件 都扣完的話 其實沒有多少名額啊 因為我可以了解 您的意思啊 那也謝謝您為 就是說這些孩子 這些家長發聲這樣 那其實我們每年呢 都有做整體的評估啊 那 評估什麼 真的 減一個 一間 減30個的話 那 它 沒有辦法生存嗎 不可能吧 因為現在如果 如果 我們用我們全台南市 那 公立幼兒園 市立幼兒園 它的招生率來看 其實招生率 公立幼兒園 在我們市区的部分 都差不多 九成多 百分之百 也有啦 但是 市立幼兒園 他們差不多都 差不多八成多 沒有到九成 我們市区來講 就是說 它的 我想 大家都是角度的考量 蘇立有蘇立的科學 但是一般的家庭 它 怕 沒有說 不要說是 蘇立的家庭不好 但是 經濟方面 我一樣 接不去同行 就是我們村子要討論的 是不是可以說一下 這個 其實真的不行了 但是 我說 真的現在經濟不太好 的 孩子 家庭 不是低收入 也不是很不好的家庭 但是 少了 幾千塊 來講 一個月少了很多錢吧 所以 跟議員報告 我們現在不是一個學期 怎麼不叫給他 八成幾塊 因為 每個幼兒園 他收費不一定收費 都很貴啦 我跟你講 他們找的基本 註冊費用八九千一萬塊 就等於我們在國立 負設的幼稚女們的 整協年度的錢了 所以 所以 每個月 市立幼稚女每個月所有的費用 就等於家長都能夠 剩下來的錢了 所以 所以說我再接著這一點 我想 那一間 有副社幼稚裡面 阿家一班 小孩就得到 我想應該沒有影響到 輸入的 輸入的幼兒園 為了我們台南市的市民 因為我們 台南市沒有那麼多支援 而且我們這裡的薪水也不高 現在的支援 每個都貴了 所以 朝這個方向思考一下 好 謝謝議員 謝謝曾沛亞議員 局長 局長 我也簡單 補充一下 真的 真的 這個少子化 你們的理由都少子化 但是越是少子化 恐怕越要重視這個問題 越幫忙一些年輕的父母 這樣的話 人家越敢生孩子 所以曾議員說得有得力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下面請曾孫良議員來發言 好 欸 教長 這個 你一定比較沒用的齁 你記得做沒用齁 還好吧 翁妮啦齁 這兩三年來 被其道而行 都沒有人願意去 都小聲 你有感覺 我自己做報告 這個問題 這個議題 我也有和我們校長同仁 大家算說有機會 我就跟他們溝通 因為這幾年 真的是這樣 大家都覺得大學 學生多 每天要處理的 你了解 可能不夠徹底 不夠徹底 不夠徹底 現在校長齁 我這樣普遍 國學我跟他走走就對了齁 都有責無錢 我們教育局全力都沒有下犯 而且 扮演的 好像只是要跟他們感動而已 還不說拿出旨貼 學我拿出什麼會 做來對他們學我 有一個協助 好像是甘讀啦 有責無錢 所以做成就對了 一些校長 你看現在的校長 多少你知道嗎 多少時間到了要退休了 根本就沒有那個烈情就對了齁 想要再來 繼續 來為教育就對了 來奉獻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所以你身為一個教育的大教長齁 你現在來10年 教育局長一定多久了 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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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覺你做了很失敗 這是我的感覺啦 我不是說你的難敗 還是怎樣 也許 你 國通能力 不夠 而且 整天 我跟你說你 應該 扶起一個 教育大教長 的一個峰谷 要怎麼來協助國警校 要怎麼用這些 校的交通 你們這些校長 都是站在教育的地上 這樣 教育是百年大業 所有 教育如果做不好 你看 這是一個社會安定基礎 一個基礎 所以 在這裡 我要跟你說 你這個問題要 最重 最重的重視 你如果說 譬如我告訴你 這三個年來 我們英工 國中 還有 國政 還有 選法國中 還有 新娘區 南民國中 跟新黨國中 跟我們中西區 建民國中 所有的這些校 這些校 這些校 如果過去 差不多大家校長 這裡有經驗 有經歷 還有 行政經驗 比較好的校長 大家都想要去這裡 現在這些校 沒有人家家家 現在 什麼時候要去 這些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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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說他賣 也不是說他沒有力 但是 畢竟就對了 他們的經歷 跟行政經驗 還不太沉 你一個就派去 給他 他就對了 他沒辦法啊 到那個鎮鴨子上家 沒辦法 他也就 你們阿姊派去他 他也就要去 啊去要怎樣 這是做生喔 對一個 學校就對了 這學生 跟家長的一個 擔憂啦 你知道嗎 你有需要在這裡 跟議員報告 這部分呢 我們是有去 做一個了解 因為 其實包括今年要臨選的時候 也是有 校長在天氣完的時候 大家在在書底下 在說齁 大家也說最好不要 大學校 因為我覺得大學校 人多 工作就多 但是我也是希望說 大家校長有 那個使命感 因為 這教育這種問題 不是 不過我告訴你 他說 這是你來 教育教長 這些事情 比較開始一直發生 過去就對了 大家都想這 要去這大學 要去這 比較大學校 大家就想這 因為您剛才所念的那些名單裡面 絕大多數都不是在我任內發生的 你們剛才說 我聽起來 好 我剛才沒有說 不好意思 現在還有一點點 嚴重的 我告訴你 現在就對了 校長 如果有什麼委屈 又不可以跟臨台講 如果去跟臨台講 就對了 我看大事大條 反省就要 受到出分 要用那個 行政積分就對了 就要把他分數 把他砍下來 讓他圓面無關 設置一個教育 做校長的尊嚴 這是合同的嚴重 議員 我們沒有這樣子的評比 或是積分的制度 那沒有 沒有 因為我不知道 哪一個校長跟你說 還是說你從哪裡聽到的 我告訴你 打差就對了 含點就不能破 因為 你們教育局就對了 對這些校長就對了 如果有人打小報告 我完全不飽 所以我是在幫你提借 吼我還沒用那個科做的 因為 我跟你說 因為教育對我們台南市是很重要 是 而且你有機會 可以做這個教育局長 這是給你最大的企業 要為台南市 我們的教育 做一個最大的奉獻 如果你得到這個機會 不知道怎麼去做這些奉獻 好像整個在那裡 隨著那個賴清德市長的演官 你打算 他有什麼演講 我告訴你 你要 極力 為這些國學來精出 他應當 有的一些主緣 不用怕啦 你不用怕到這樣 議員 我給你報告一下 像今年有一些校長要退休 我都有清新去學校 把這個校長衛留 像 我們黨區啊 中西區有過要退休 我都 我都 因為他已經過那個申請的時間 他申請 你不準 他拖過 你說他過的時間 不是 他已經 你現在 我不知道你說哪一區的啦 你如果說當區的 那是因為 他申請出來的時候已經是過 我們申請的期間 另外 政府主委的這部分 你看我們今年在醫生裡面 就是監視器啦 科學 實驗室的器材啦 廁所的整修啦 這都是我們 就是希望說 給我們一些經費 讓他們去做一些秀散的工作 我也可以 我告訴你 不過我覺得你這方面 現在所有我們聽到 跟你說的都不一樣 因為你如果在這裡 現在基層 我們去了解 跟你在這裡 打醒的都完全不一樣 藍沿北側啦 因為你在這裡 一定都說你都有做 你不可以說你沒做 你如果沒做 就都用明明照照 所以有做沒做 自己心知肚明啦 我跟你說 插政地 是一個良心的需要 這夠用也一樣啦 你不管你對 在哪個靈異生活 都要有一個良知 良心啦 這是最大的問題啦 你看像 我們在插政地的 也是一樣 對一個探訪 對一個探訪 有聲林說他有探訪的 大家不是說 人家把政治迫害啦 啊不然什麼 人家都敢於司法啦 都講一講的啦 忙做就沒人會講你啦 對不對 了解 喔 所以在這裡 要去做啦 不要做人家把你問 啊你來來辯解啦 那都不好啦 台南基進喔 好到齁 人心環環 只要退位 一大堆啦 沒人願意做 我做十五年了 你當我當我而已啊 我過你頭十倍呢 我十五年 做副議長 告進議員 十五年了 你當我做當我 就當我這樣 啊我聽到的聲音比你少 他敢說你聽 因為我平常 陰人很近啦 陰人很近啦 有一些聲音就會出來 他們說的 啊不是說在陷你局長 怎樣 他們也是希望夠好 可以做好 他們可以散盡責任 把台南基 所有我們一個人的主題 齁 給他們一個最好的 夠的環境 那不是這樣 啊你要知道呢 如果沒有錢就辦沒有書 我感覺我們的教育經費 是有夠做的 所以我們很努力在爭取經費 真的 你還有金錢 我看你都沒有三個金錢 像我們今年 我剛才跟議員報告那些 都是我們額外 爭取的新興計畫 以前也沒有這樣子的專案 那就是因為我們看到了學校的需求 所以我們很希望說 透過我們的努力 然後市長的支持 讓我們的學校經費可以更衝密 我現在最後再問你一個問題 這個 這個我們這個 九十六年到今 明國九十六年到今 我們台南區 我們九十一定辦過 但是喔 九十六年到今 我們不要看到就對了 我們台南市對體育重視過 你有感覺 議員講的是說 要辦全中運 或者是區運這樣的活動 對啊 九十六年到今都沒有 我們前兩年是有辦 那個身心障礙 全國的身心障礙運動會 我跟你說 這個教育體育代表國立 我們台南市真的很多這個教育 所有的補助也好 包括教練的費用 每天都 每天都 都在人家的後段班 所以我如果在市長的報告書 我看到他這樣 洋洋灑灑灑好好的 第一名 我聽到是 我 麵線皮蓋的都在 好耶 才有那麼多第一名 這是真的假的 我都想說 這不需要花錢去 去買那門拿的 不然我就沒感覺 好 再給一分鐘 喔 所以有時候你看 像這樣教育 這樣體力就好了 九十六年到今 不要辦一個說 給外觀市大家來 可以帶動一些文化 跟一些做借的生理 有沒有 一些觀光 讓我們台南市的經濟更加活路 九十六年到今多久了 你算了九十六年到今多久了 進一百空五年了 已經九年了 九十六年了 市長有危險啦 市長有動孫 市長有送家庭 就是九十六年了 兩個 現在提到總會 一個叫做老福仔 一個以前你們工柴位 的總幹事叫做 王民行 他想說割萬林那好 最近你改名叫王萬林 看的為什麼最好 你如果市長 你我九十六年到今 我沒有看他有重視過 九十六年了 因為你都辦一些活動啦 就像你放圓圓圍的啦 啊大人都第一名啦 啊民不虎其不實啦 丟人丟到家真的 那鐵力也沒辦法 你當時啦 如果說到經費大人 好啦 還有一問 我來報告啦 叫我告訴你 你想啦 好像最簡單啦 最近 那個市長杯 要辦市長杯 橄欖球啦 齁 要辦市長杯 那幾個 好像救中的雜草重生 要拜託我們 最簡單的去掛一個 陰南港的派不出來 好像這個小小誇誇 我還有一個動作的方采 啊說 唉唷 你們這個團隊齁 實在是真的 有夠丟臉的丟到家啦 真的 有夠丟臉的啦 有夠丟臉的 有夠丟臉 有夠丟臉 一個 救中的 一台丟臉 一台丟臉 你叫一個人 要這麼丟臉 你如果沒有經費 有給人 大人都沒有給人 有夠丟臉 有夠丟臉 議員 那個 橄欖球場齁 本來就是橄欖球場在委外 啊當初在委外的那個 約定裡面齁 他們就是要負責那個 周圍還有 橄欖球 給官員繼續回應 他是任強的 欸他人用的 不是他自己要為好 他平常他本身就要為他為好 我們每一個 為外的場 為外跟任強的都是這樣 蛤 放球場是 那個統一他 他 足球場也是啊 欸 有些人 再一次一次 再一次一次 很快就好 來 我們下面哦 第二輪發言 由我們蔡玉會議員來發言 我才十點等到正 比較第二輪發言 沒關係 我在當時兩個張議員幫我碰到 叫理員 沒辦法她說到五點半天 說到氣不順 其實我一直說你來這裡做 實在說我們財情不好 所以我一直說 還不是你做到涵漫 我不是今天說 謝謝議員 可是我跟他說你對政黨旗艦有分別 有分別嗎 我慢慢說到五點半 第一 我才在清晰你的 我這有錄音嗎 你說你有開 心靈區到北門區有經過秘書處 那以前的秘書有開校長分區座談 因為我本來不是只站在你 我本來就有這個設備 你說了我屬腳給大家給中問 我的選舉問幾個子 當然我你後輸了我跟他說 我不會像戰議員我這人 看點 就是 百差點就打下去 這是我的個性所以我都失敗 不過我要證明我 所有問的有正義 我都講求政治 就是我再請教你 你說你辦什麼時候辦 你酒窒告禁 議員 議員我今天早上跟您報告的是說 其實我剛來的時候 那不要給我拖時間 你給我講你當時辦 不要給我拖拖 拖南北危機 因為我的時間悠閒 我要問的我剛剛說最早 你10萬廣州報我10萬要跟你問 不是啊你是不是可以讓我完整說完 要不然我們的時間都一直要打斷啊 主席 跟這個執行報告 廣州報議員問什麼 他說什麼 我問他當時很簡單 他說他有開校長 擴大會報 當時開的 我問你跟我說當時開的 出的不用看什麼 我就是要他報告這個啊 好當時 幾月只要開的 104年幾月只要開 我跟您報告就是說 當初吳國敏處長在秘書室當主任的時候 他有幫我安排 幾個區 那後來呢 林詠祥主任上來之後呢 那些沒有走完的區 沒有繼續安排 本來是有在今年年初 好 停 停 那後來呢 主席 主席 主席主席 我問的你 就說你當時辦 你就跟他抗那麼多 你又沒有辦 就不用跟他說有辦 不要說八十五月 我保護那區 有一些區我們是有辦的 我以前跟你民主主席 新娘區到百萬區 我有說成就沒有 你放那麼大 主席 停下來 放那麼大 來 停下來 根據意思規則 你來議會打選 要誠實以對 我以前民文規定 我一向非常的誠實 主席 主席 給他放那麼大 要停下來 時間停下來 放那麼多我以前 我怎麼說 是啊 他說我沒說 那不是時間給我停下來 我們請蔡議會議員 你繼續問 好啦 我們全負責你講 你沒辦的說沒辦 不用跟他講那麼多 我有跟您說 我們部分的區有辦 好 那我沒有說 我們全部的區都有辦 好啦 你小姐啦 我叫你開 那廣場大會 以前我有指定 新娘去教法務局 你就知道 好啦 我的名字好後 都沒有太好理 有 我知道 因為齁 由雖然來打台南市議會紀錄 教育國 控體驗兩日 台北通過 剛才你第一 那是議員您啊 不是 對我們非常的重視 然後呢 給我們很多的機會 可以跟大家說明 我們正負責公的 你做人才成功 所以大家議員 會在民進黨 當初的議會的同意 我這次開了 根據我的了解 那時候好像 民進黨的 怎麼 他不來開他們家的事 啊 不是怎樣 他們當初不來開 我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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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議員 因為時間不多 啊因為您是很專業 啊我跟五點半的 這個人你不用緊張啊 你是很專業的議員 所以我們也是 我跟五點半的 這個專業的議題來討論啊 我跟五點半的 這個人說你做人才成功 所以議員大家幫你碰到 我後來再拿三日 來試試看 應該是說 對我們交友 大家都很關心 對啊 啊其實這是好事 對嗎 好事啊 因為我們 我沒有問問題 我只是回應而已 啊不然你就不要說 我講你不要說 真的喔 我沒有跟你說 你才可以說 喔啊你不需要跟我出行議員 沒有沒有沒有 今天公主報告是議員 你問不是你給我問 沒有我只是回應而已 我都沒有說 我都沒有說 主席你也 你才是好事 誰都在加點 我們在答詢的過程 好 官員要盡量尊重議員的發言 好 啊 但是局長喔 局長那個 呃 蔡玉惠議員的 講的部分 喔 那個要補足的座壇 你還是要把它補足 要不然人家會誤會 對新穎跟北門是不公平 別的地方都走到 那個地方還沒有走完 這樣不行 這要趕就去做 啊 啊會後會後局長趕快跟蔡議員 齁 這個 蔡議員我很好講話啦 都親董事長 他很好講話 好好跟他講一下 看喔 他就要加強 要加強一下 蔡議員明天還有一天耶 來日方長 麻仔時間很充足的啦 麻仔你的檔很早就來講 謝謝喔 來 下面 我們請蔡玉知議員發言 第一輪 謝謝主席 局長想請教 議員齁 我們這個新生報道應該截止了吧 我們國中小的部分在上個禮拜呢 有一個初步的結果 那大概都知道人數了吧 講報道人數嗎 人數的部分我會 我要再請我們科發科告訴我 我是有稍微掌握一下我們的班級數 班級數 是 現在這個 像去年的話有 好像有學校新生只有一個還是兩個的 對 那今年有沒有這樣的現象 也有 也有 那市長一直強調的這個 百人以下的學校這個 這個學校數有沒有增加 還是減少了 這個部分我們可能要再統計一下 目前就是我們今年小一的部分 是 百人以下的學校 國小有85校 那國中有9校 那105學年度的部分呢 我們要再進一步的這個來了解 現在還沒有辦法確定這個學校數了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新生報道之後 有一些如果在他的這個學區裡面 沒有來報道的學生 那我們學校還會再做電話的通知 因為有的可能忘記了或是剛好出國啊等等的 所以我們還會再做進一步的確認 局長我告訴你了 現在大部分的家長現在都非常聰明啦 他可能不會在這個時間內給你報道啦 他會先看看這個老師分配給哪一個老師 他也要選老師啦 因為現在我們都是以在亂數來那個 因為我們現在是用電腦來編班 電腦編班的話 他是不可能有這個機會再選老師嘛 所以他就只能等說學生確定之後 班級確定之後 老師確定之後 他再來報道可能就會有這樣的現象喔 是我跟議員報告好 就是即使我們編班都編好了 老師都配置好了 他再來報道的話 我們也不能讓他選班級 也是由教育局這邊來做相關的作業 因為我們就是這幾年來一直都強調的 就是一個公平的一個機制 是 局長你是這麼想 我們也是都這麼想 也希望是這樣啊 但是 人家還是有對策啦 這個 不過我是想知道就是說 下學期的這個小班 這個小校的部分是 市長是很堅持 一定是百人以下的都是全眠嘛對不對 那現在好像百人以下的學校也有增加人數啊 那這樣子的話他還是繼續要減免嗎 目前我們政策上是這樣子來做 還是這樣子喔 那我們在相關預算的編列上呢 也是朝這個目標 也是希望能夠照顧到這個偏鄉的小校 好 那現在我再請問一下那個 我 局長 早上聽到你的這個工作報告裡面 有提到這個 辦你這個本土語言的課程 好像這個本土語言好像就是一定要 列為政客嘛是不是 現在我們在本土語言這一塊 因為我們國中小的課綱裡面呢 其實也有把本土語言這個部分呢 就是有規定相關的規定這樣 那除了政客之外 其實我們也有一些課後的 比方說像社團啊 或者是說我們去年也非常積極的申請 教育部的那個夏日樂學的 這樣的一個計畫 那夏日樂學這個計畫也是以 這個本土語言的這個教學呢為主 你對你現在這個本土語言 其實針對著閩南語的這個來說吧 不是 我們所謂的本土語言是包括了 閩南語 客語跟這個原住民語 是 所以都含在本土語言裡面 你這個是編在政客的時間上嘛 但是原住民語就是 大部分都是利用早自休啦 要不然是中午那個休息時間 要不然就是飯學以後 這樣子對這個主義老師真的講是很辛苦 這個據我的了解 就是這個我也有請教過我們相關的同仁 他們是說有時候呢是 也搭配我們族語老師的時間 因為我們族語老師其實人數是很有限的 那而且我們族語老師要上的這個學校 有時候分佈非常的廣 所以呢有時候 就是說我們在政客裡面 我們會做分組教學 可是如果時間上沒有辦法配合的話 就會用其他的時段來補足這個時數 我們知道我們族語老師上課的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區域是非常的廣 但是呢 他們上課這樣子要跑的地方非常的多 而且非常的謠言 但是局長你知道嗎 上學期的這個他們的交通費 聽說到現在還有學校沒有領到這個交通費喔 所以這個我們知道說他們這樣子辛苦 我到昨天上個禮拜 我還有問到幾個學校還是 還有人沒有領到喔 所以這個部分還是要關心喔 那個醫院我可不可以請我們科發科林科長補充說明一下 我先跟妳講齁 後來我們去了解的結果呢 這個研制中心那邊也去吹 那研制中心那邊給我們的回答是說 因為教育部的什麼什麼 然後非常抱歉 每年都是這樣呢 每年都是過很久 是教育部的補助款沒有下來嗎 都會有這種現象發生 那我不知道是出在你們局裡面呢 或者是出在這個學校的地方 學校這個方面的問題 我一直在想我也一直在強調 就是說我們這個足以老師去上課 足以老師到一個學校不是很多人 可能最多可能兩三個 或者是兩三個小時的終點費 那個時間 這個交通費不是很多 那如果說方便的話 學校其實可以帶電嗎 不要讓這個足以老師上到上學期的課 這個學期都還領不到這個 這個終點費 不是終點費 就是交通費 我覺得好像對足以老師 是非常非常的不公平 好像 議員我可不可以請我們林彥順科長回應一下 因為這個問題我之前沒有了解 而且應該照理講就是那個學期上完 應該就馬上就可以領嘛 是不是 因為我們經費也有年度的問題 怎麼會說上學期上完到這學期還沒有領到呢 我昨天還看到這個 這個FB上面也有人在提起這件事情 所以不曉得是足以老師的問題 或者是學校的問題 或者是局裡面 那請這個 跟議員報告 因為我們的足以老師他都有跨區 或者是跨縣市來授課 所以他整個交通費的一個波幅 都是由國教署他那邊統一的來作業 那今年度的話 國教署他的一個速度 真的是比較慢嘛 因為我們有主動去了解 因為他國教署他目前在整合 我們國中小教資源的一個人力資源網 所以在整個一個國教署 他所撥給朱玉老師的交通費 整個一個確定的名單 還有經費到目前為止 都還沒有給各地方政府 那我們本身的話 我們有先去做一個 學校性的一個概括 那我們也簽準就是先用 我們各校的一個人事費 先來墊付 所以目前來講 已經有八所學校 九個老師他都已經有領到了 那其他還有大概十六個老師 目前我們也都請學校先幫忙 先從人事費那邊來撥付 好 謝謝 客長請坐 那既然是說學校可以處理的事情 我們也知道這些 這些這個主義老師 都是固定的這些人 我想他年年也是 都大部分都是在這個學校 所以學校是不是說 學期一結束之後 或者是他上完這個學期 馬上就處理 先處理先帶電都沒有關係 因為這個不是很多的錢 也不是 對學校來說應該不是很多的錢 但是對主義老師 他們的生技是有影響 那是不是那個 跟議員報告 這個部分我們會再來 就是追蹤 那也會跟國教署反應 就是說不管他那邊作業端有什麼問題 他不應該去耽誤到 我們在經費上的這個發放的部分 這個國教署是 如果是說他們那邊的問題 但是我想我們局裡面應該也可以處理 我當時一直以為是研究那個 來再給一分鐘 在那個研製中心那邊 如果是研製中心的問題 結果都不是 所以是像這一方面的話 是不是以後局裡面 是不是可以先預播或者是先帶電 我想這個應該不是很困難吧 要不然如果是說真的是沒有錢 我們再增加預算嘛 是不是 因為這個部分我會來了解細部的部分 然後呢這個儘速的來處理 謝謝 那個有的時候 竹毅老師是 你看這次又十一連霸 他們真的也是很辛苦 為我們這個是 我們是 這個 這個 這個族語的教學是付出的 真的是很多 也很辛苦 非常感謝這些族語老師 所以我想我們也要相對的照顧他們 不要對他們太苛刻 是 了解 謝謝 謝謝議員 謝謝 謝謝 下面我們輪到林一錦議員發言 參名第一次 林一錦議員發言 第二次 有沒有在現場呢 林一錦議員發言第三次 如果還要再發言再重新按燈 我們下面我們下面我們會面 我們請日本政議員來發言 好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這個局長 昨天我來跟你說的這個 合理告訴名字 這個問題 這個是不是說我們要 趕緊 我們再來開一個火 大家來對話一下 不是說我們夠的 還要做安全就做安全 對不對 謝謝主席 感謝 跟議員報告 因為這部分 我們在內部 還有其他的局勢 有來討論過這個議題 所以 局長 我跟你說 我跟你說 我們是一個民主的社會 小英 現在新臨的 要酒臨的總統 他說我們就要這樣 來聽人民的聲音 我們就要來這樣 和人溝通 再溝通 你跟你局長 裡面的人 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當然是站在你們的立場 所以啊 我們就要來 找這些 老師 找這些民意代表 我們再來開一個火 大家來檢討一下 聽外面的聲音 聽外面的聲音 局長 你像剛才 我又有了解 這個 當然人家教育部 本來是 就是說 這個政家的部分 當然就是正式的老師 正式的老師 正式的老師 就是因為你們有意見 還是說還有其他的 教授的管理有意見 自己原報告 因為那部分 他本來要用正式的部分 是所有的管理都反對 為什麼呢 因為 這只是那些政家太多名了 我跟你說 你們基本你們就沒有在 替這些孩子的session 我跟你說 今天 我們是說 這種的 因為最主要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我們這個老師的這個 開始獲勢之後 這個時間減少 沒有你就不要減少 不要減少就沒有這個問題 對不對 今天就是因為 你這個時間數 你減少 減少的時候 就影響到教育的品質 教育的品質 你們就用這些一些大科的 對不對 所以 你們完全是站在 完全是站在 通知這些立場 你們有說 在為到這些 教育的品質 來在session 你們只在那裡 像我這些 要怎麼來欠錢 要怎麼來 你根本你就沒有在 在擔心 這些孩子 這些家長 所以 整個官司都反對 這個政府是怎麼 這個政府是你們決定就好啊 如果這樣 跟在做法庭 有什麼兩款 這樣我們是一個民主的社會 你還不是說 要來加補這些孩子 受夠的關係嗎 來加補這個 教育的一個教育的品質嗎 對嗎 對嗎 議員您請說 這個我跟你說 因為這個問題非常清楚 就是說 雖然我們不能 來請正式的老師 但是想改做 這個 代理的 可以變成代科 你代科的時候 經驗不確定 你像現在整個學校裡面 整個都代科的 你代科的有一個問題 你就是怎麼 搶在地換來換去 比作一個不確定的因素 好 你說 這個正式的老師 你說一些官司有意見 好 有意見我們也是說 要不然 代理的 那是這樣 我跟議員報告一下 其實我們在 老師他課稅之後 其實我們在學校裡面 拼的 也是他代理的為主 代科的其實是比較少 我們也是 在課稅配套之後 拼的也是代理的 你就減大多數 不是說用代科的為主 代科的是說 譬如說他學校要發展 提升的時候 他有一些老師 他沒辦法拼來 一星期二十多科 他比較會用代科的 我告訴你 那個局長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知道 這個事情 他們去公分 今天如果是 這個 政策沒有辦法推動 影響到教育的 一個問題的時候 這不是說你台南市 你懂得去 你一個人 來那個 做董獎人 對不對 我們有這個 這樣 所以這個事情 我希望說 我們那個 明天再跟我們 教育局的 工作報告 我希望說 差不多在後面 我們馬上 我們就須來 開一會來檢討 這樣好嗎 來 再給一分鐘 或是站在你們的立場 現在你只要 你市政府的局處 你只要在內部 只要開火的討論而已 所以你這種 骨子 要怎麼到民主 要怎麼到透明 要怎麼到公開 要怎麼可以 說來請求 大家不一樣的意見 一個政策的時候 要怎麼可以就轉 對 其實喔 因為我跟您報告一下 這次教育部的 這個合理原額編制 他其實用編制外的這些原額 他更可能造成不穩定的現象 為什麼呢 因為他可能今年有 明年沒有 我跟妳說 如果說他是編制來的 我跟妳說 那這樣很簡單 局長你現在覺得說 這個1.65和1比2 你覺得這個的時候 你就覺得說這個是最好的 你怎麼這麼不長進呢 你今天 這款人就是說這個東西 這個已經是影響到 就夠那麼貧窮嘛 所以這個我們要需要改變嘛 你現在說 這個新的政策是死下去了喔 現在還有一個不確定因素 你這個就是 我們給官員回覆一下 我們強烈的建議教育 在做這些政策的時候 他也應該要有通盤的政策 而不是今天想到什麼做什麼 因為現在都已經是4月份了喔 我們已經在進行借聘的工作 室內借聘接著馬上室外借聘 一直到教室甄選 到目前政策都還沒有完全確定 使得我們後續這些工作也受到了影響啊 所以我們很希望教育部說他可以很明確的 比方說他在學年度開始的前一年 就告訴各縣市政府說我們應該要怎麼做 因為我們是有做過多方面評估啊 好 咱們也請問各位 便通過 卓 OFF infrastructure 我們兩個真往外圈 兩秒鐘 管人 Ч 管人 管人 局長回去好好研討一下 再跟李議員回覆 再回覆清楚 我們第二輪發言曾順良議員 但是這邊大會報告一下 等一下我們第三輪發言蔡玉輝議員晚了之後 我們休息十分鐘 我們請曾順良議員發言 局長 這個目前我們這個經委一缺補補 這個骨子是什麼人骨子的 我自己做報告一下 算是我們館市合併之後 因為我們台南館本來就沒有警衛 所以我們館市合併之後 就朝著一缺補補這樣的方向來做 你們都好像說我們來台南館 跟台南市合併你們就這麼粗糙 所以我跟警衛一切補補 現在我告訴你問題出來了 如果加息現在改用保全的 保全系統的 保全系統是 觸碰系統的 你如果要去 弄到 燈燈它會 保全開啟動 你如果想一般地 像我們過去去學校的運動 會怎樣 那裡邊都有一個 經委在那裡 他會幫你做盤查 你的新聞會怎樣 你如果想現在 意缺不補就對了 現在做生效併就對了 人心緩緩 效併不管你擋這個事情 因為沒有經委在那裡 那現在如果人裡面 會啦 你會聚眾 你會要絲萬煙火 或是你會要講棒球 要你會要鮮華 標車主委 沒有人在那裡 保全系統 可以發育什麼公領 我請問你 他可以發生什麼公領 就對了 你知道嗎 我們當局嚴重得怎樣 有學校就對了 經連 你們教育局 我剛才說過 有責無錢 如果發生事情 你們學校自己有負責 你們教育局也沒有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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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這些沒有負責 的公領就對了 真的 你們想要改善就改善 不然政規 廣泛的意見 如果想 保全系統 還換經委就對了 你會知道 經委可以做多少事情 一般經委裡面 又還把你們維修 老産的東西派去 都是經委在處理 經委的公領是多少 你知道嗎 特經好好 你可以做經委 就對了 每一個人做經委的人 都做多少事 你知道嗎 你們現在換保全 不但不能生錢 學校你們 甚至說有什麼東西派去 那經委就對了 不然經委 你還要請人來用 你知道嗎 這利以弊就對了 你們叫保全 把這個 警衛一切補補 真的完全不符合 學校的期待 現在好 關起來 拜六 到禮拜 他關起來 不要 向社區的人 去那裡運動 不可以 我跟他最近 在這孫以前 多少老百姓去那裡 我會當 當天發重視 不可以 我去問候 他說是 怎麼 拜六 禮拜 人才可以去那裡運動 是這樣 他說 他說 他們的經委 一切補補 一定理解 現在保全的系統 他沒有關起來 不可以 人家去那裡 發生什麼事情 他不接 說教育局 又不要接 有什麼事情 你們怎麼接他接 割齊這些都你們 不對 都是這些人 要去接 你們這種就對了 不是台南官 過期的台南官 怎麼 我們萬有的台南市 就要對他 他們過期的台南官 才不來 來對我們萬有的台南市 所以這種 割齊是對不對 所以我希望你們就對了 這個配套措施要做好 不好 不可以發生事情 我說清楚 我不是在跟你委員送聽 那個人是飆車主 整個進去 他也不去那裡 整個禮拜面 要發生什麼事情 沒人可以移車 我說清楚 如果萬不利 有經委在這裡 經委可以做多少事情 經委的薪水 和娛樂 你請保全 你去加加減減 看這樣 利益 他的工作效率 的防範效率 把拼搓起來 你看是 經委在那 比較優利 還是說 你換保全系統 還是怎麼樣 保全系統 是 如果你們的親切 又改用保全座 如果一些 我很有負責任的 經委在那 這樣 可以維護 學生的安全 維護學校的安全 安全成這樣 你不可以 就要把它毀掉 你蓋這個 一個 經委在那裡 照顧學校的安全 你請保全 保全 我不是說保全 不要 保全是觸碰系統 他可以在學校 根本就沒力了 因為學校 不三十多人 你在那裡運動 晚上哪有人 你在那裡運動 現在學校再結合校區 你不讓他運動 怎麼關起來 我問你怎麼關起來 他說 他說 他沒有關 他怕發生事情 他負責不去 因為他們一定沒有經委 所以我這個 再給一分鐘 我們願意的台南市 就要去對願意的台南市 不是願意的台南市 就要對台南市 要看政策民是對的 不對 不是 不是對的 要去對的 不對的 所以我說給你了解一下 好 謝謝議員的指導 謝謝 局長 今天有很多議員 都關心這個議題 校園安全 這個風險 要了解一下 不要為了省錢 不要為了省錢 萬一出現什麼 這個小妹妹的 這個事件在重演 那個 那個大家都担待不期 真的 那 衛兵 我們請第三輪發言 蔡玉慧議員來發言 先跟機長報告一下 有年在這裡在心理上的時候 議員要求各区 好處 棘手表決的時候 大家都希望是有校正喔 議員如果要全力支持校正 現在都是 向前看 可以省錢就好 我們取得還為了選總統 人家說沒有那個LP 不敢把小校廢掉 我跟報警這樣說 他要好命 明明 一百零三年多 稅率稅出 再借七 五十七億 七千五百萬去開 剩十四億五 我們議員說了 怎麼我們贊負責說的 明明知道 報索都不敢 一群十四億五 報索十個報 這人 我們來看以前 我說的錄影帶 來 拍放一下 主席請求你的同意 他就放一下影帶 放一下影帶 我沒聲 要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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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頂不適合你 無聲聲有聲 大眾小豬落一盤 沒辦法 好了 你也順便我來講 提前 市長 根據臺灣市 市委議事規則 這個 三十五條規定 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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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任內 讓議員請你去後面那份的記錄 我才跟你報仇 我會來連輸說那三天 我敢說大部分議員會同意 因為你不瞭解他的支援 他的支援跟很多議員說的 他都看得到說未來消炎安全有問題 可是我們 其中偏偏就沒有接受議員的建議 我們負責說他 高郵 控國黨各行各類都有 你歡迎你聽不懂 聽不懂啦 議員我可以說一下嗎 不用 不用 我本來想說要跟您報告一下 沒關係 你不給我報告 我就準備很多要跟你請教 好 有聲音嗎 好 你跟北門區叫新娘區 國中小校長你跟我們去座長會 好 跟議員報告 你有聽到喔 可以我給你明聽說新娘區叫北門區 所以你再拍下一個紀錄 說八十塊的局長 你講他沒關係 議員我跟 讓你發援沒關係 我剛才已經跟您報告過了 好 今天早上您問的時候 您說北門區新娘區 我並沒有說我們在那兩區有做 我只是說在吳國敏處長 擔任秘書室主任的時候 我有請他安排 到各區區跟校長們 你就是跟他反執行 我說新娘這條北門區 你說不就說不 你就跟我說有一個很大的招 說你要跟吳國敏 那跟秘書室主任 我有說新娘區叫北門區 你會跟他招他 我是要跟您說整體的狀況 其實呢 你說整體狀況 我在說新娘區叫北門區 有座談不 你說整體狀況 這就是我問什麼你要執行 你要回答什麼 市長 你不是說你講什麼 議員都你會 我也是要 你整個來做議員 我來做市長 這就是議員 研究什麼來問什麼 你要根據議員執行內容 回答 不能說傳檔傳檔 你整個告訴我 你為什麼不在做 你整個告訴你 你為什麼不在做 為什麼不在做 那個 我們以中的校長 要來做教育市長 心裡多多多 可能容易比較管 你整個告訴我 那個議員我沒有這樣子想說 不是啦 如果今天我們是想要做一點事情 我們不需要 議員說什麼 你要回答什麼 你不能跟他砍來砍去啊 你一秋之後你怎麼知道 我沒有幫你砍來砍去啊 那不是為什麼 我說等你不跟他回答 不是我也是回答 你說那個校長座談的事情啊 你跟他回答 我問你說有去不去 你跟他說有 我跟他砍說 我本來要安排 因為沒有腳過來 腳過來不住得好 那你說合理嗎 我 幫你報告齁 真的時間那時候是 你應該跟他講不去 先講不去 先講不去 頭要安排 你不是說砍到尾巴說 怎麼什麼我跟他不去 我應該你先講不去 謝謝 謝謝議員指導 這個以後達詢的這個技巧 我會再更精進學習啊 謝謝 你不是給我學習 因為你會兩次都會有原因 好 來 我可以說這個 多少錢 你說新營體育場嘛 你一年去年呢 這個 剛才體育處有給我資料 就是呢 我們做新營體育場呢 有關於那個籃球場 那個部分的整修 不是全包 我在給你明確 我說很明確喔 整個長榮體育場 去年 發多少費用 進行維修 才會導致這個 你我所看的 齁 積水也好 我們的 這個 長期的 體育館裡面 不管你用池也好 我們的那個 籃球場也好 雨球場也好 那階梯 你我還沒有在裡面 設備呢 我要問你幾年 到底花多少費用 在維修 新營長榮體育場 在我的資料裡面 是那個籃球場的部分 是有八百萬 然後呢 籃球場是我去中央討的 不知道我還在說 市政府 你籃球場做一個 多一座 以前代言說要做什麼 做一座 八十萬塊以來 我說真可 那也沒法包 大家中央討下來 你也不然我不會贈 八百萬幾年 我剛才要討而已 你不然我不會贈 你來這裡 除了這個我看 不要不說 給我應有應有 這樣 議員您不用這麼生氣啊 你跟阿平啊 你跟阿平啊 那是我去討的 不是你給我 那不然我請吳處長回答嗎 因為他給我的資料是這樣啊 所以你不能說我說謊嗎 你處長要提供筆資料給你是這樣 我要求你回答 你要了解啊 因為你對我 你願意看待啊 你有政黨之分啊 絕對沒有 那不然還要我講下去 我還要說得夠 你是老費得很厚 我絕對沒有 沒有是你的部署啊 不是你啊 你才有一個承擔啊 好沒有關係 我也願意承擔 但是我必須講我沒有 那另外呢 就是我們在游泳池那個部分 去年我們也有編的經費 在做整修 好啦 其實我們不要再說 你去年到底去八百萬元 我去中央特的經費 不要說 要做風雨球場 你到底變多少錢 其實那個風雨球場呢 有兩百多萬是我們的配合 我同意啊 然後另外剛才吳處長 請教你沒有人會不會算 要不要當天 要不要時間 要不要時間 會計時間 你沒有人會不會 剛剛我們吳處長跟我講 另外有呢 編列了一百三十幾萬座整修 整修對 你跟他講一下總數 你多少就好了 不要跟他做個團 總部長榮體育場 你總部開多少啦 你沒有詰問你跟他講 總部新型區長榮體育場 你到底發多少錢 為少會導致 你看雜草松生 我們這個圍裡也害 每個幾歲 等你跟他講多少啦 議員我跟您報告啦 多少答案又好多少 那個 吳處長給我的資料 是一百三十幾萬 好 總部長榮體育場 這麼大 你扁130幾萬維修 那我們是分年度 就是說我們有的 有前幾年也有整修過跑道 那每年整修的範圍是不一樣 你是到底是有受到一個高點教育 我跟你說的會計年間 一百空四年一月前 到一百空四年十二月三十月 我們在學會人在算是 都是以會計年間做事 我在跟你問這個 所以我剛剛有跟議員報告嘛 你拜託你 我拜託你 我拜託你不要有一個正義 我跟你問的會計之間 你不要要請做 就是一百空四年一月前 到一百空四年十二月三十月 這個部分我剛才有跟您報告 就是一百三十幾萬 你去年他算變多少要維修 單純這個實科目 因為我們的預算不是單獨的 我知道啦 我問你全部可不可以變多少 他可能也包括了 你這個全部要維修 場館的維修成果到底多少 你不知道再後面跟你說沒關係 所以我就說請吳處長起來回答 已經費都在他那邊啊 你沒辦法管你我不用幫他回答 我幫你回答 我可以邀請你回答 你幫他 我浪費時間 你幫他查出來給你啊 議員 我查了之後再跟您報告 你現在最查 我還有時間 我絕對不拖時間 沒有我更安寧 你真的跟吳處長拿給你啊 不然你說沒有 不知道再查 還來啊 你不知道不知道嗎 好 不知道不然 隨時我的時間 不要再用 蓋起來再繼續說 我更安寧 好 來 現在十分鐘 請你你看 請不可能 請不要再點 很難 請不可能 請你 再見 我看到你們 我哪有 比較不明 érence 我 可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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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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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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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感性 就是说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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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有講完 台南市 到底高中 國中 國小 有幾位 幾幾個學校 還是我們場館有餘養地的設備 有餘養地 我印象中是十幾間 十幾間 有在運作嗎 有啊 原則上是都有在運作啊 錢上出 是好東西出 還是給孩子收錢 或是外外 原則上他的那個水電啊 還有一些這個設施的維護的部分啊 是局裡面這邊來支持 好 杜先生 現在常總提倡 雍養地高級要外外 我前往在工做報告 我有跟你們建議 或是孩子要訓練 我做台南國雍養委員會主任委員 早前 早前要訓練 水到不夠 我前往有看過 我放在運作 我可以放 你們這陸前 家具要照表 要死的水到 學生孩子訓練 因為 學生孩子要去上課 早前 我去訓練 學校要去訓練 時間很短 你知道學生孩子 要訓練 要不然中所的時候 大家在等幾步 效果悠閒 我一直建議說 要 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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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得 讓 選手訓練 你們要照表啦 照表 我們之前要再一年 多少少錢 政府人 報索 秋李議員 有說到生活一年要 500幾萬的費用 我們關起來 我們關 由於黃飛 以前有創下歷史的紀錄 全國最責任金牌的時候 那時候是水稻套炸全部開放 我們漸漸漸漸做了 都考慮到市政會立場 不可以考慮到市政會立場 全國的新年大新年級 可能只有一位優勇 你像少年國教 大家要三個好生日要來優勇 要來訓練 你不能接受我的建議 說水稻要接標保留市的水稻 你相信合理還是不合理 不行你把他關起來 我前回工作部有跟你建議 你能接受嗎 加一個水稻 一年加多少錢 況且早上 沒什麼人會有 會保合分時間沒什麼人會有 你可以接受我的建議 要接標的時候加一個水稻 這個議員這個部分齁 我細節部分我再跟我們體育處了解 因為我現在不知道他 你感到報告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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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 我沒有希望歷書跟中英說你 才會叫你議算 你心態的時候 你以後不能當用第二一百斤 或是說以後要對他減議算也好 你後來要變議算也好 大家是會 我真用心跟你建議 你沒有一個人敢給我明確回答 減幾萬塊你也不敢代用 一個極極三萬塊就沒辦法賠 議員我跟您報告喔 因為我們新營區的這個游泳池呢 其實在招標的過程當中其實也有一些困難 我知道啦 那因為我現在 我都不去跟您關公什麼什麼 我知道 大家都找人找官的去 我是為了學生 你如果選手訓練 看你說多一個水道 剛才剛才不可以多一個水道 先來永遠的水道 不是我在做 是我們理業人在做 是我過去 我前幾個月都在郵用 有些教練跟我說 我們教學一直堅持水道 自己的水道有選手訓練 你跟他想嘛 剛才幾點時間訓練 會不會時間幾點時間訓練 選這段坐的不夠 要跟你拜託一下 你沒有一個人敢跟他搭我手 一個人我跟他跟你說 你這段不跟他搭我手 議員你不能來跟他拜託我 因為我講過了 當初我才會跟他講 說你議員不能拜託我 因為教學中說的話 是都沒有誠信的 我跟他自我的形象 議員你不能跟他說教學 我全部會跟他搭我手 因為我等這段來開會 我做十幾年議員 議員要預算案三度通過 要過百歲 我跟你說老婆同學 你要過幾個 很少 我不是為了我高 是為了大環境 台南市 又有榮地很少 跟一個鐵頭 跟你開放減收幾萬塊 這樣你做不夠 你要去清洗大清廳 還是要陳美玲 陳美玲要去中間做秘書中 你做一個局長 跟我們這樣不擔當 一個水檔 五個水檔 你做局長 炸廳之下 跟本來市的水檔 拜託你給選手 一個水檔而已 這樣 照片減錢 不然你要開放 要自己做 還要養死五百萬 這樣管理 這樣跟你拜託 這樣也沒辦法 議長 你到底是在做什麼局長 前幾個工廠報告 有跟你建議這樣 不是沒有 我今天第一次說 議員 我跟第一次說 你前幾個跟我說 討理 前幾個你跟他副理 你是要跟他副理多久 議員 我跟您報告一下 好 其實你不要說 我前幾個工廠報告 有跟你請教沒有 我有講過沒有 也一樣 我記得喔 事業主得 病國的主得 我前幾個工廠報告 第一次做 我有跟你問沒有 沒有 你跟他工廠報告 當作馬爾東說 美術議員 我怎麼講講的 你當英文英文 今天 沒關係啦 你都跟校長說 你拜託 警衛絕對不能跟他副理多 拜託說你沒有英文 副理多議員 命我們局長 命我們處長 蔡議員 我不知道 您這個話 是從哪邊聽來的 好啦 我非常嚴重的抗議 沒有關係 我現在跟你講 就是說 我就說 我要跟您報告 你剛才跟我說 回去研究看看 我跟您明確回答 可以啦 議員 做一個認證我可以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我們現在 我不知道之前 是開放幾個水道 給選手 我以前在做的時候 以前 我們在訓練選手 在上面的時候 八個水道全不開 以前在 雍蝶的時候 在我們這個 南修廠的時候 那時候 不是在十九名的金牌 總共第一名 有 好的設備 你讓小孩 酸酒訓練 不要說你們處長 一個社區 說 太陽兩 到現在不成功 不要再說 我真的不要再吐 你就跟我說 我跟您拜託 這樣就可以了 讓小孩 擠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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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擠 那現在我們可能還要再評估一下說 像之前您講的 之前 他可能是八個水道 通通都給 學生 來做訓練 那後來呢 因為瞭解到說 民眾也有需求 關心 我真的會說 你回去放六音大聽 看看 你今天聽聽 回去 我真的會跟你說 四個水道 希望多少水道 可以 你今天跟你說 還沒有 給朋友 我們會朝您所 我建議的來努力 好嗎 你朝我努力 今天跟英文當中說 我怎麼知道 研究不可行 治療難行 我跟您報告就是 我要你明確答悟說 到底幾幾萬我給你 好不好 因為你公部門 我恐怖 可以 你減手 我出可以 你做人 我感覺 你做極重 不夠極重 非常謝謝議員 這個議員 把你建議差幾萬塊 說我選手 他用訓練 你先我就把關起來 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做招標這個動作 其實沒有招標我沒有這樣建議 我們現在也在規劃那個招標的規範 那我們會把議員您這樣的建議 我就是跟妳不招標跟妳建議說 所以我們會 所以我剛才的意思是說 所以這就叫你做得好 我實在說 把它納入我們這個的考量 你給我答應說 因為我們需要透過招標規範這個部分 來處理這件事 做局長喔 你如果說做局長 我說你真的輸人輸夠多 很明顯給我四個水道 增加一個水道 因為時間短處 學生過多 都集中在困難 拜託你多一個水道 因為12年國教醫藥選手多很多 這樣給你拜託 你如果聽不到我的意思我也沒辦法 議員我跟您報告 根據我的瞭解 現在游泳的選手在我們台南市 是越來越少 那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也希望說我們可以 12年國教醫藥淨加 以前是比較少 所以12年國教可以中場比賽 可以加分和淨加 那如果說我們選手的確有這樣的需求 那我們當然願意開放啊 好 說一下 往妳說 好 好 這人 應該 來 我先讓妳說一下 以前的情況怎麼樣 我拜託妳在接學票的時候 因為現在選手 情加分的時間集中 學生的最多一個水道 這人情話可以嗎 議員我跟您報告嘛 就是說我會請我們 人數增加情況之下 妳同意我的建議 我會請我們體育處去瞭解 如果我們游泳的選手的人數有增加 我當然同意接受您所提的這個建議 好 妳的標準在哪裡 增加的標準怎麼算 因為我要先瞭解一下說 現在跟之前到底有什麼差別 因為呢之前我的同仁是告訴我說 本來是開放所有的水道 給我們的選手來訓練 沒有啊 我10年就沒有啊 但是後來民眾有反應 就是說 像早上也有陳勇的人 有數據早勇會在遊營 對對他們也有陳勇的人 其實啊 我10年都沒有開放全部水道 拜託 妳的資訊也不能差太多 不是啊我的意思是說 好啦 其實啊 我跟妳說比較嚴謹 妳一個選手 三個選手一個水道可以賣 因為妳頭前會被你接 在遊也不能動在床 有三個小孩就要一個水道 妳有合理不合理 妳不要讓遊 困難有夠嘛 不然我都不是這樣說幾個嘛 我這樣遊 頭前會不會遊 都不能遊在床 不是 欸 記者 妳如果說三個 好啦 妳跟我說我之前 跟妳說的名簽 不然妳現在回去跟阿鐵鐵 算出來說學生小孩不夠 我們來講的嚴謹 就這幾個講的嚴謹嘛 議員 那我請教您好了喔 就是如果三個選手一個水道的話 那如果有二十個選手 我們要開放幾個水道 那妳上天也是五個水道 最多五個水道 多一個水道而已啊嘛 啊我剛才有稍微問一下我們處長說 三個人一個水道這樣可不可以 三個水道一個是會訓練 頭前後面不要笑容 要油油到一半 頭前人在油還要回來了 要油他還要回來了 不是把他油去而已 不然要做選手 這樣我可以去請教嗎 現在沒證 現在沒證 就妳了解 現在選手是有幾個人 我最了解 想這有五十個 王老師跟蘇教練兩個教練 王教練跟蘇教練 都是我們國家平衡出的金牌的人 兩邊的選手 你給他想 我們各位鄉親大眾媒體的 採網先生小姐 你給他想 我跟您報告 如果說就像您講的 有超過五十個選手 那我們開放五十個水道 這個我可以 我現在犯國我問你 我們一個水道要訓練幾個選手 比較合理 我問你啊 你在訓練你做局長啊 我按頭前要油到哪裡 我到底是幾個比較合理 因為游泳的訓練 他不可能說 我跟妳說 我們都幾個都做游泳 後面選手 後面選手 我回去去游泳 不要說我講的 多少 做一個議員 要求一個 一個水道 真的要飛這麼久 你真的要困難 妳要不要拜託我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說真的有那麼多的選手 那我們當然 所以我跟妳講 選手我今天要拿 所以我不會問妳 妳說到底演技的定義是夠對 一個幾個學 一個選手 幾個水道的訓練比較合理 我跟妳問啊 我跟妳說50個 我跟妳訓問啊 因為學生 那有時候 每一年 去去熱熱嘛 應該演技的定義 是說一個對的 開始在訓練 在油 多少比較有夠 要不然妳關起來 不要 不要抖 都不要抖 錢都關起來 因為游泳的訓練啊 他不可能是說 這人 你這實在說有夠 我覺得我跟妳說 妳覺得一個水道比較合理 一個水道幾個人 我跟妳說 妳問我差不多 要不然500分鐘 妳問不夠 我要說這個 一個小議題 會這麼久 一個議員 跟妳拜託說 一個水道 7年我媽媽 不然後來接 還可以 這樣妳給我回幾包 為了我 不是 議員 我只是想說 你這個 集長在做 我不知道妳做什麼 可以嗎 議員 我要跟您講 因為我們現在 在招標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碰到一些困難 妳困難在哪裡 就是說呢 我出的沒有去管 我是說 選手多個水道而已 要出的 出的你困難在哪裡 我沒有去管 說要給我送 給我送 我是當時來 我台南館以前做 油養的主任委員 我家外人 很多都油養 我家外人 我們這些 大家現在也在油養 我的孫子因為 油養 齁 栽培 去拆拆 之後我比較要跟妳講 雖然我已經 去台南市 以前 台南市好病 沒有做了 他們的教練 在給我反應這個問題 我不要跟你反應說 選手太多 有時候水道太少 是不是有 學生孩子 的時間這麼多 可以充分的空間 油養不要說 常常在那裡 搖來搖來搖去 這樣幫妳拜託 這樣一個水道 你給我拜託這麼久 大家生拜託也有機會 這樣妳會做局長 議員我跟您報告 剛才您講的 所有四五十個選手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增加一個水道 這個我們是覺得OK的 要不要 我講的 我就跟你講 比較嚴謹的定義是說 一個五十公斤 按這裡有過一平 要幾個水道 給學生孩子 比較 可以寬鬆 有種空間 不用說 頭前有的人 要等後面後面等頭前 這樣啦 我的意思是這樣 你不要 兩個也沒關係 三個也沒關係 我就跟你講很多 議員的技術 是大家互相 況且這不是我個人的權力 所以議員我跟 是我六九年給我拜託 說這個優雅的水道不夠 希望我們要接兵 技術的水道給選手 可以衝穩 我在這裡 表達我的意思 應該我還要發問 這個速度跟你講 你如果這樣局長這樣做 我沒辦法 好第二 變成小小的公車 補助 很多人在關心 學期你有補助嗎 我們現在專案在整理 那我也跟議員報告 就是說 我們也聽到地方的聲音 專案整理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我們會努力來 努力不一定成功 革命12次不一定 國務革命12次不一定 大家會成功 你講的語氣 要比較 肯定 到底是不用你講清楚 你不能再努力當中 因為我必須 你這 給你坐 英國大 科長 你當時 現在 議員的時候怎麼說 你有同意說 要用不 大家在跟你問 我們 我們 開機這位 我做這個局 在這裡問 偏向小小交通問題 你們民意的便會 你怎麼回答 照原來的方式辦理 照原來的方式辦理 照原來的方式就是賣 嘛 這心理想你講的語 好請坐 機長 你敢再研究 因為議員 預算書也在您手上 所以你也很 我現在這樣說 是說你當中 你心裡想跟人說的話 你敢要誠信 還是要我常常給你 說你是一個 都你全面說八十歲 局長 是不是算過的 你就這樣 你要聽我講完啊 不是啊 你跟我說 因為我 我後面還整天要問你 你常常跟我 拖那個努力 什麼 研究 我就沒辦法 我這人急性就沒辦法 我後面很多 你不是說我肯定 你有打算 你不請這個人 還是要做詐騙集團 我給你詐騙 我自己這樣 我不要跟你騙過 不要騙是你說的 所以我剛好有跟您報告 我們現在專案在處理啊 你敢說是不一定喔 我一堆這樣 我們的目標 當然是希望能夠持續補助啊 所以我們當然現在是專案在處理這個案子啊 我們電視府在專部聽眾 你跟我聽我說才有理 要什麼時候我們跟他叫問說 騙人家小小高東保護公車 要保護公車 他說 他們是古年 他們是古年 就是保護公車 現在今天跟我們問說 我要回到你 簽個市場看看 你不是詐騙集團 不是你是什麼集團 你不是沒有城鎮的集長嗎 因為你是說這樣 我們以前才有你通過呢 不然我要去通過 每個人要去配合你 議員我跟您報告一下 我們呢 的確 我們在預算編列的時候呢 我們是到今年這個學期 我們是經費上是足夠的 那我們後面的部分呢 我們也是希望能夠維持像去年一樣 前年一樣 我們盡量用這種補助方式 所以我們現在專案在簽成啊 都說那個喔 人家說那個 結束喔 詐騙集團說的手段 因為我們是很單純的 我們幾十年來做議員 還有單位主管說的 都是說 他沒有千金 你給我們答應 我們回去就跟他說 啊我們 教育 都說維持 去年的制度 啊去年的制度就是有變 啊你現在又跟他說 要回去簽看看 給你看看 這樣 這樣 後來 你第二天 你以後要動用 還是以後要進行 我 說 用我的成績做保證 我不一定說 九個教育 我一定要幫你同意 因為我 我覺得你這 不是很可道德的局長 不然就授權不夠 都要跟鄧英文太上網 我們的陳秘書長 啊市長 因為你這個根本就沒辦法公事 大家做會啦 議員 因為我們簽相關的經費 我們也要會財組單位嘛 好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我跟您的想法 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對於這些偏鄉小校 我們是希望能夠持續的補助 去站在我的立場想看看 對 教育 好 好 好的局長 最後二十分之久的時間 我是希望說 因為你說在這個木耳的上面 因為我希望說 你在木耳的這個部分 有偏什麼樣的經費 你說我聽看看 這每年度我們偏的經費 其實都是受傷的 不然就是還有另外的情供 這小一個部分 我請問林英順林科長給你回答 林科長你幫我回答一下 這要求議員報告 因為我們木耳的經費主要是有兩大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要寫我們的價位 像剛才議員所說的 我們辦台語認證這個部分 我們會寫相關的價位 來國教授來省 林科長 因為你像說台語認證 台語認證民間 我們就辦得翻譯 生態 我們有一個台語認證中心 所以 應該政府我們做的應該是 做更 比較復古等等的事情 那你 那你只說台語認證 這個小極 你說台語認證的經費多少 對啊 這個議員報告 就是說 我們每一年 我們都有什麼 中央 我們都有 蒸出到四百萬的經費 包括台語 還有我們 像客語 還有 原住民這個部分 我們蒸出到的經費 都在全國算太多 那中 我們 我們全部有三十 一個 那個什麼 子計畫 這個部分 你會後可以提供給議員 這場客 你現在跟我說 你現在跟我說 你說台語認證 那這些 木技的部分 有差不多四百萬 沒有 是 我們全部 要推動我們年度 我們幾年度的 本土交友的經費 本土交友的經費 四百萬 四百幾萬 就大概差不多四百幾萬 是 其他的呢 除了包括 我們 本身 我們也有 配合看 我們 大概四五十萬的配合看 大概四五十萬而已 因為它是 那個 那什麼 相對的配合看 差不多一聲左右 你像說 我們的 木技老師 木技老師 現在 是 2688 現在應該沒有了 2688 2688 也是有 但是他 為什麼要認證通過 對啊 他 現在這個部分 我們一年的經費 差不多多少 那個 我們都有開班 我們每一年 都開 兩提出 到三提出 我們都有 怕生態合作 怕 講教授 他們合作 現在我是說 像 小學 一禮拜一禮 是 國中 國中就沒有了 他算 社團的部分 對啦 那個磅有 所以 像 你 你在說 就是 只有四百幾萬 四百幾萬 我請教你 像說 勇技 勇技的時候 你們一年的經費 多少 差不多 千幾萬 我說的 我說的 四百幾萬 這是我們 全人去 中央政策 這並沒有包括 我們開課的費用 對啊 現在 現在 我們勇技 勇技 一禮拜 幾個課 兩十 對啊 所以 所以 局長 因為 我不知道 我們的 這個 元年 我不知道 說 當然 勇技重要 但是 你知道 我們台灣 台灣的這個勇技的 這款的 一個 寶吉 這個寶吉度 不好 這 就是 因為你的 勇技 你的勇技 的關係 所以你就會影響到 這個勇技 你如果看 像說人家 比我們比較 經濟 沒有比我們更好的國家 像 馬來西亞 像 印尼 人家 東南亞的國家 火力賓 人家 他們的勇技 就比我們更好 他也沒有比我們更進步 這個 我剛才在看這個 一些資料的時候 他說這個 技研 就是貫穿 糟糧的一個記憶 一個沒有技研 一個民族 就是 失去了靈魂 失去了記憶 你的技研 死去的時候 你的記憶就不去 你的歷史就不去 你的靈魂就不去 你的靈魂就不去 所以今天 我們的技研到底是什麼 什麼樣 我們的技研是中文 還是說 我們的技研 是英技 我們電腦說 跟我們自己的這個技研 跟我們自己的這個無技 跟我們自己的這個無技 我們總會把 拼不拼不拼不拼 年後的時候 我們 可以來學 辦的國家的技研 你的理由就是說 現在 要學英技 這可以做世界法 但是 我們要學英技 我們也就要 像說 可以這樣 學我們的無技 也可以學英技 所以這個局長像前回 我 在問你 你現在對這個 台義 你現在你這樣 你了解多少 對台義 那個局長 你的爸爸媽媽 那個說什麼樣的技研 我們在家 跟我們媽媽都說 台語 說台語嘛 是啊 我還沒在家說 我現在不會說到這裡 稍微認真 因為 你如果在學校 還是說在工廠的環境 大部分都是說國藝的 對不對 但是 你看我如果在家裡 說 那就是自小的 就養成這種習慣了 所以 我還要跟人家 溝通是沒有什麼問題 你 像說跟人家 溝通沒有問題 但是我還要像他做這樣 你用演講 我可能就沒辦法 我說實在 不要說演講 你如果說不可以寫 不可以討 這樣你敢說 緊張說你罵你的無期 對不對 不是只有我們可以說這樣 這樣我就是 會罵無期 我會罵無期 我就要還會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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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不是說是罵我們的無期 你只要說口頭上在說而已 因為 我們如果沒有這個文理 沒有這個私下 沒有這個私人 你現在你一台一台 你就是一直流行 一直流行 一直小心 一直小心 這就是說政府 你就要來做這些工作 這個台語 我們要怎麼平音 要怎麼佛音 要怎麼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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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政府的這個工作 結果的時候 我們自己的一個東西 我們阿公阿嬤 老爸老母 出事的 跟我們共的一個議員 我們競電 我們不能寫 我們不能寫 連後你們這裡來講 就要去 購什麼樣的議員 我們不是說不可以去購其他的議員 但是你要用購其他的議員 這種態度來對待你的無期才對阿 所以局長我在這個地方 我如果 拜託你 是不是說 我們可以在這個國中 國中 把這個無期 連入這個客廳 這個裡面 親像英語這樣 這樣嘛 我們的這個客廳 哪有說一定就要說 英語就要說 一個禮拜幾節 也沒有阿 那個客廳是有規定的阿 譬如說 那個 租學 一個禮拜幾節 然後英語 一個禮拜幾節 他那時候都有規定在那裡阿 那個客廳 他規定一個禮拜幾節阿 就像我們國小 我們國小本土的議員 就是一個禮拜一節嘛 對不對 這也是客廳裡面規定的 你像說這樣的時候 國中 國中 台俄 他就不用 他就不用說 他就不用說 他就不用去那裡阿 因為他在那個客廳裡面 他就沒有規定 他就沒有規定 這要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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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議員 它很保證 現在羅雷 powerful 會到了 這要很困難 這要規定 現在我們元dan的 封場 Q.2 哪有些說我們自己的議員我們不買重視 我們自己的議員我們不能搭 我們不能寫 然後我們現在來一味的追求 你今天像我們在說的這個議員 99%都也是我們的目擊比較多 不是這樣 我們今天在這裡有用英文的這孫 結果的時候我們 這種議員 這個含我們最親近的 對我們來說是最有競爭的 你像現在全世界在說這個 萬南議 說台議員也還有七八千萬 六七千萬 因為世界來說也還在 這個整幾十名的 一個 這個名字 經年的時候我們 把我們的這個目擊 我們總要這樣把地址賭光 你實在說這是 讓人覺得非常非常的心痛 當然你自己的議員你就不想撐了 我要怎麼想想這個政府 想想我們可以對這個土地有什麼樣的感情 我們自己的 一個最重要的這個東西 我們就不在重視了 我要想想你可以重視什麼樣的東西 所以 所以我希望說局長齁 你要讓我可以看到說 你來做局長以後 你要在這裡的這個方面 你要優秀作為 因為怎麼呢 因為自從你起來做了 我根本我就沒有看到說 你對這個目擊 你有什麼樣的東西 有什麼樣的要義 這次這個過期的時候 我還可以請大家去參加這個優關 大家對這個方面的一個探討 這個方面的一個課程 這個方面的這些話題 對 因為這個部分我剛才跟您報告了 就是我們辦這些話題的時候 一定會請這個議員來給我們 記得的 像那天我們在那個 安平 天祥宮那邊辦那個 母語日嘛 去做也去給我們 記得嘛 其實那就是一個性格的展覽 就是說我們在學校普通市在做的 我們在那個年度呢 做一個 這個展覽 為什麼那天我們特別去安平那邊 就是說我們希望 那些人 比較多 很多家長啊 還是說去那裡的這個 那個觀光客 他可以在那裡了解說 你看我們在學校 做那個 本土園的 這個 課程 告載 這部分的 都可以讓大家來 來參觀 來看 他會知道說我們在學校在做什麼 我跟妳說 因為 就是說我們這種態度 因為這個外面 是一個 表面而已 局長 這個外面 辦了就沒去了 你說在學校裡面 那是都 一些外面而已 一些 不是說今天 像說我正式的這個 客廳 我就要來學這個 這個武器 我要 做科技 或是說 做這個 正式的這個 客廳 所以我講一句話啦 你今天你說 我們做一個台灣人 你說我們是台灣人 不管你是公關主民的 不管你是公關主民的外 不管你是說 哪一種的外 這都是我們的 沒有 我們 沒有 不想來 寫我們自己的 沒有 沒有 不想來 這個 託我們自己的 這個 沒有 沒有 有 有 當時 你說 我們這樣覺得對不起我們的祖先 但是這樣 這在現代的文明來說 這是一個很大的風刺 現在世界上有一個國家都在唱歌語的文化 唱歌語的這些議員 聯合國議也是這樣 台灣的這些議員都是在做面臨失望 或是說已經在想失望的這種議員 聯合國 我們認為台灣的這些武器 這個已經是差不多我們在漸漸漸漸都消失去了 經年的時候 我們的政府不要不意 自己不想打拼 自己不想努力 自己不想去學習 不想去了解 不想去做這些工作 這是讓人覺得非常痛心的事情 今天我的老爸 我的老母 他生我 請我 用我 他就是用台灣話 這樣來請用我 今天我如果把這個台灣話 我如果把他放不去的時候 這樣我要怎麼可以對抵抵我的 子大人 要怎麼可以對抵抵我的祖先 但是我們今天 我們做的就是這種的工作 我們一代的怕孫已經漸漸漸漸漸 已經都不在說台灣話了 已經都不在說我們的武器了 因為怎麼 因為政府 基本就沒有負責任嘛 政府他就沒有重視嘛 我感到說花錢 我感到說 我們就要來學外國的議員嘛 這樣是這樣 跟議員報告 其實啊 我覺得現在越來越多的家長 他也知道說 其實孩子 不是說跟他說 那個 我們請來講話說 國際這樣 因為他也是希望說 他的台灣話這部分可以加強 所以我看現在很多 是大人 他也是希望說在家裡可以跟他們說 這就是一個觀念的改變 我們現在也是在學校裡面 裡面也是鼓勵啊 上課以外 也是一樣 來 給他們 譬如說我們現在有些表演的節目 還是說歌唱的比賽 我也鼓勵他用本土的議員 來做這些活動 課程中間的 那當然是一定要做的 所以 現在他也是發展很多告知 譬如說 他的告知比較多的 還是說 給孩子呢 是真的有趣味的 甚至呢 好好有在做一些典範的活動 他也做那個小小解說員 對不對 他也是用台灣話 來給孩子記得 那個 教授 我跟你說 你再說 比較多這些 一些 這些 你說做的這些工作 因為 我要看到就是說 你是不是我們有一樣 像這個營業 我 不要說 今天我的目標 我 那個 比營業更多 還是說比中文更多 每次就大家平均嘛 那是這樣 你跟李議員打差一下 李議員拜託 你已經說21分了 起來我講一下 那為什麼時間會 時間會跑成21分啊 這就是金廟起身 這就是看親自己 你根本你看自己就沒有起 所以你這裡就去追求別人的東西 要把自己的東西 把自己的東西 把自己的東西 把自己放好不去 買買 自己完補過 這個我們一定是 我告訴你 如果局長有買 沒人要買 因為為什麼呢 你現在所做的這個工作 就是 證明就是這樣 你今天要跟我說買的時候 就標示說 你現在你 中時不去 比中時其他的技研 更更中時嘛 這你才可以跟我說 有啦 我現在政府就有在做 你根本 國小一堆而已 國中 國中 沒有破折 這個局長 我 我講一下 我很多也沒講 局長 這個我希望說 這個 也會讓我們失望 我希望說 在你身處的上面 你做局長的這個中間 可以這樣為到這個台灣的武器 你絕對要再打拚 要再加強 我現在這樣給你看 真的我是非常希望 這個 這會是創意版 主席 請我們三個都市來頭情 請我們陳機長和吳機長來背心台 請你們兩個來背心台 請問一下 你們兩個先來 兩個請假 三個都市去找一個 三個怎麼少一個 五個都市去減一個 有處長請來坐 有處長請來背心台 市長 我都市 好 你來 你來背心台就是我做議員十幾檔第一次 請官員來背心台 這標示就是我對你的 不友善的態度 有處長請來那坐 有處長 我請教 市長廠總提倡要接標 一檔要收多少管理金 你這跟我說多少 我們現在目前是規劃大概12萬印 好 好這樣就好 市長 市長廠總提倡 一檔要收12萬 我拜託你多一個水檔 這樣你 算起來一個水檔多少錢 你說我做三個 你怎麼知道12除以5多少 多少 市長你不知道嗎 12除以5是什麼意思 我講這句你不知道 我不是我在講國語的英文 你常常提一檔要接標 價位一檔要收12萬 是計畫四個水稻 我拜託你多一個水稻 五個水稻 五個水稻就是一個水稻多少錢 我拜託你給我算多少錢 12除以5多少 這人多少 2點2點多啊 2點多多少 2點4 好 我請教你 一個水稻2點4議員在這裡 拜託 我請教你你做局長 可以的管理 不用補給必須長條 市長多少錢 你跟我說 議員我跟您報告一下 你直接直接給我回答 因為游泳池的經營 不是只有水稻的問題 他還有跟他一些水電啊機械啊等等啊 你如果我給你掛出人家啦 我問你你不是 剛才跟我們 議事規則跟你說 議員問什麼你講什麼 我剛才跟你講 做局長 我問你的前線多少啦 你可以配多少啦 議員我剛剛有問過我們吳處長 好說 教練呢 是不是一直都跟他反應說 水稻不夠這個問題 他是跟我說 我跟你問 怎麼樣啦 目前他沒有聽到這樣子 我不要在這裡爭議 我問你多少 我 你做局長的管理 可以配多少啦 那議員我一直跟您報告說 如果有實際的需求 我問你什麼 你給他回答什麼 好 我問你一下 你在局長的錢 他多少啦 你會當做主委多少啦 局長 你不要回答 我才知道你不出來 我人給你去哪裡 你不要把這個氣氛 電視的專補 創到大家最壞的喔 我問你局長 這樣做主委的管理多少 跟議員報告齁 情形不一樣 所以就沒有一定的標準 我問你算的啦 夾一個水稻2萬4啦 對不對 對 但是我剛才有跟您報告過 說一個游泳池的維護 不是只是看水稻而已啊 你坐標一檔要12萬 你看年金12萬啊 這個是 這個是體育處粗估出來的 春了我都沒跟你要求 我只要求夾一個春的條件 你去坐標 我沒意見 我建議而已 所以我剛才議員 我剛才有跟您報告過 說如果選手他是有增加的 我們增加一個水稻 這個我可以接受 也同意對不對 換句話說 好 選手 我跟妳說 要怎麼去量化 你特科學 怎麼猶豫 比較好 選舉委可以充問 在短時間可以困臉 我一直強調 這期間上下課的時間 不然我跟妳換算說 不是 吉他 我請教啦 蔡議員會會會會 跟你建議案 你不要你跟我說 你 我的案你還會報告市長的 或是妳可以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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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可以做主 我跟議員報告 因為我跟您說過 那個情形不一樣 所以呢 比方說 要看三萬也沒有 這也沒有 港部都不一定有 三萬說就沒有了 你這樣講就非常不公平 不公平 去年我拜託就沒有了 甚至 民進黨會特有 國民黨會特 跟我們一個要件 我要特就說 這結構 有質疑 不行 民進黨特有可以 等一下 議員您可不可以告訴我是哪個案 因為這 您現在講這個我完全不清楚 你不清楚 你們怎麼有事 你們跟你們吳處長 去了解 你要講到我去討論 因為您剛才講這個案子 我的確是完全不清楚 我都跟你們負責說了 跟你們國家裡面 很大廣告都說了 沒有要跟你們說 你們怎麼有事 你們自己裡面 就是在那裡 沒有要知道 應該不是這樣 不是 你蓋上去問 我處處到 你其實都處處掉了 我請吳處長跟您報告 我要請他給他回答 為什麼 執行之前在 不在你 在我 所以我剛才跟您說 您剛才講那個案子 我完全毫無所惜 你無所惜 我沒有要跟你知道 我要跟你講這個案而已 你們就是 對蔡議員都說什麼好 還沒說 蔡議員平常都不好 沒有 我不知道哪一個校長講的 而且我也希望 我們回答我們辯護 我要求你說 這個問題 就是 他都選手 幾個水道 不然我給你 但我剛才已經有 跟議員報告了 如果選手是有增加的 我們當然可以說 以前的四個水道 變成五個水道 但是要看選手數啊 好啦 市長 我就跟你講過 做局長 剩兩三萬塊 你不該 你不該給我配 不該 同意我會請求 我在這裡 幫你苦苦愛笑 做一個議員 我做這麼久 不該做這個事情 就要你陳集長 陳大集長 可以這樣做而已 差點公益 為了以前 19名金牌 我請求你 陳大集 現在議員在幾名金牌 你說我聽 那個跟議員報告 你跟我說幾名金牌 沒有跟我說什麼 沒有報告 我跟您說 你跟我說幾名金牌 目前呢 我們在 議員 目前我們在全中運 這個部分呢 今年現在比賽的部分呢 我們 市長 所以我也想要跟議員報告 就是說 我們現在呢 市長 你是在討什麼 我問什麼 你回答什麼 就好 我剛才有跟您報告啊 報告幾名啊 因為我跟您講說 今年的全中運到目前為止 游泳是沒有金牌的 我剛才是有跟報告的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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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手是需要時間去費用 需要我們政府倒閉手 不是只有政府都毅力 營利為目的 沒有錢 可以當我們精算錢 錢錢錢錢 錢 這樣我們台南市的體育 要怎麼可以 繼續 市長 我真的 做議員做這麼久 不是剛才這個局長說 一個議員 在議事長 為選手的權力 跟政府 兩萬事 拜託加一個水道 你們就沒辦法幫我答應 所以我反正 我說我 合理的發言就是 你們剛才的蔡依偉 絕對沒有 蔡依偉 請您不要這樣說 也不要這樣想 如果 如果你們這樣 電視要全部啊 像我們 像我們現在 也希望說 在游泳這一塊 有專任的教練 這也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專任教練 很多教練在訓練 是沒有水道 沒有場地而已啦 不是沒有啦 所以您剛才講的 王教練 很久長起來 我們幾十年來 就是都在訓練了啦 我實在原來 我覺得我 有時候想說 這個集長 跟他一切都是要去問 去請教 劉市長 丹米市長 你不要怎麼面對這個議員 跟你的挑戰 我今天新團 放到這兩次 拜託那麼多次 所以議員 我有答應您啊 說選手增加 我們水道當然 就要隨著增加嘛 包括如果以後 如果以後選手增加到 需要六個水道 我們也可以做啊 你不照標啊 你現在不照標啊 他現在還沒有拿出來啊 對啦 你不照標 我沒有照標 要給你告訴你嘛 你剛才拍拍拍 一次拍五個 你沒在做機場啊 所以我剛才有跟您說嘛 這個也可以放在 我們的招標規範裡面啊 所以你不知道是我多姓的 還是你是 人家說煩惱呢 其實你照標不敢跟你建議 是我 包著我煩惱還是你多姓的 講我很難聽你 你聽不懂 那個我想 那個蔡議員 所以其中有這麼的話 你怎麼知道 蔡議員 我對著你都自衛生 怎麼給你拚呢 蔡議員 我希望呢 我們可以再做一件事情 就是呢 什麼事 不管是哪一個族群 大家都是平等的 請不要做這樣的比喻 我想我必須 那是針對你而已 我針對你 你針對我沒有關係 沒關係 但是我希望你不要針對其他族群 我們在這論述 跟你講那麼久 跟你拜託跟你請求 給你論述過去歷史紀錄 跟我們的輝煌歷史 希望你會當 議程 帶我求這體育界 還給你 當沒辦 體育活動 求什麼都沒辦 七八給你變年末期 每天你就不請答應 還不跟我們這裡 補助群在心裡 你就說 你們董議你搞這個 不跟我們 不敢 董議 我為什麼對你 會好感 議員 你根本就沒有主權人 做到局長 我這樣說 你根本就不跟我們 不跟我們 不跟我們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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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這樣做不定 跟你們教會書 又說 一個議員開水 跟你拜託 兩萬四 你也應該到外面說 好 假設比較少 讓選舉有一個聰明的水道 可以一早 會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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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這個議員 不要說一個議員 議員 我剛才一直有跟您報告喔 說 這個選手只要數量是夠 我們當然願意啊 對不對 因為大家牽涉到 一般民眾的使用啊 你是有交代條件的嗎 你可不明確說 要跟我們講一下 我講一下 你不要相信 講一個作民主法 大家看完天 這道中媒體可以報道 你沒有一個人打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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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像小小交通車 叫這個簡單一個 議員在這個 說 拜託說 議員選手不夠 今天你完全說 你都不明確的回答 我拜託你回去清洗 賴市長 陳美玲要不走咧 去問 議員 這個呢 我剛才有跟您提過 下交通車的部分 我們當然是希望說 能夠維持之前的這樣的 你不明確 你希望 我也希望不是你希望啊 對 我們議員 比一身有誰 像你這麼不擔當 不敢打來說 我沒有問題 你們什麼時候騙的 你是台北市政府 最大的詐騙集團的 我們從來沒有騙過各位議員 你們什麼時候我請點示範 你們陳务指長在旁邊 因為你第一個 就是你陳大集長 議員 今天我所說的 你隊員有給我明確回答 議員我只要跟您 我只要跟您承諾過的 我都有做到 你的屬性承諾你都不算是 你的屬性要怎麼對你做台 所以我都跟他們這些局長說 跟客長說你要注意 你不能夠先答應你局長不要生 你到最後你很慘 這我跟他們說的 不是今天說喔 我跟他們說很久了 什麼事情都沒有授錢的時候 你陳大集長 你的官員要怎麼處理好 大家跟市民區 市民區 北門區校長 如果我們沒有授權的話 那請問一下 就像我跟您講的嘛 像體育處 像家禽教育中心 像科教館 他們的經費 是不需要送到我們局裡面來的 我們也是充分授權啊 充分授權結果就要 勢以言為 你們怕我們說的 我們全部不一樣 怕我們在溝通世條 一邊講一邊告一邊都不一樣 這樣有充分授權在哪裡 你當面跟我說的 都有很多證人 陳主任要在場 沒有關係 就是說如果 議員您覺得 說我們答應你的 我答應你的 我們沒有做到 你答應我做在哪裡 這個我 你答應我你做在哪裡 你說 你自己回聲 好啊回聲怎麼去說 我舉例跟您報告 比方說 您之前跟我們講聲答杯 要做這個場館的部分 要我們協助 這一點 好 我們有沒有做 有啊 有 那你之前也有跟我講過說 你要辦一個安球活動 我會說 七星國小的電腦 十五萬 你說三個電腦要配 有配嗎 這個呢 我可以請我們鼓達跟您說 你提出跟他帶有 有做嗎 我跟您報告 一年跟他說有做嗎 您講那個國小的那個部分 其實今天已經合下去了 這人 你跟我說是當時 今天是因為我要接吻你跟他配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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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議員 我跟他報告你不配 你又不敢 你就國民黨你就不來 蔡議員 我跟您報告一下 市長我跟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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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要信所承諾 我們來議會講的 招式拜訪的 所說的是 南遠別策 都沒有存在任何誠信 任何承諾 我跟您報告 我跟您報告 您上次跟我提到說 那個 新興國小的那個案子 您可以問一下湘君主任 跟我們古達科長 因為我們是結合很多學校 你有跟我說三個三個三個 要配嗎 有年到今你有跟我說沒有 我們去年跟你說到今年 去年生日上 我有跟你說拜託又拜託 到最近你有跟我說三個三個 一定要求你們古達配嗎 我有跟您說 但是 我有跟您講說 我希望在三月底的時候 可以合下去 你問他們 我有沒有一直追 因為不是只有一個學校 那個案子總共有多少學校 市長 好啦明天再論 那個 那個案子 我沒有發音主席 我沒有說 明天再說 明天再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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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錢到 沒錢到也算啦 因為我們有準意啦 好啦 OK啦 那不我再問一下好不好 那個 我跟你說齁 蔡議員 時間 快點快點齁 三位租卸起來 我正租卸你 應該你回答 你所住的 全部的國小 都市我成的 有幾個校 西洋 紅棠的 還是草地的 都市成的喔 跟議員報告齁 我早上有跟你們說 跟你們準備一下 我有跟你們說 跟議員報告齁 大概我的轄區裡面齁 如果是大新化區裡面 總共有八所學校是草地學校 草地有什麼東西 沒有啦 我跟你說 都市成的 像我們台南市來的 六區啦 新娘英空啦 多幾 都市成的 用草地的 紅土的啦 說我準你 我有準備你們是不是 我們說八十歲啦 好啦 你不要說我 他說我雕十歲就沒有啦 就是這人 好啦 你們提 這人 我忠心的建議啦 我們其中要推行一個政令 要考慮當地的風暑習慣 叫八十歲感受度 不是說 只說我想要怎麼做 剛才生的 你把想要草皮 養婦 多麼 學生怎麼那麼多 跟人家不樂死 你用紅棠的 你把想 整個紅皮 設計人民的抗議啦 齁 我們總共的建議啦 怎麼你要說 我簡單跟您報告一下 因為您剛才有問嘛 說市區 我講了你再講啦 好不好 議事規則就是這樣嘛 齁 我建議 我們政會真的有限 我按照各位 我有一個體諒 可是我們要求的是 要 要 要平均配置 不是都 我們契巴 我們全給我們變成法 含著 跳到尾聲 我就跟你們尾聲 含著 小巷 配一小巷 因為你什麼時候 我當然要同意 含著 你們就要求 都市省的學校 一定要剖草皮 才要剖走 我認為 含著 當時政府 本來當時政府 要議會 又親密室 又閣議說 這麼孝敬 結果 你們預算考量 不管教保員也好 我們的戴哥老師 變成的降低也好 很多 我們希望 我們市政府 應該大膽的 應該小小 應該拚就拚 拚 不能跟我們爛做好 不爛好人 一個小小的一年 可以省多少錢 你把這些錢 殺起來拚掉 一百人 三四十個 拚掉 拚掉 我主張拚掉 以前我反對 我現在主張 你應該要破例 去拚掉 把這些錢殺來 補充存在好 會有充裕的設備 不是 要好命 小小不敢去拚 結果 黨都沒有 黨都沒有 和建設黨 這樣確定 正在我不認同 議員 我想兩點跟您報告 第一個就是 您剛才有問說 市區的學校 有沒有用紅土 或者是草地的 就我所知 我們市區中西區的 中三國中 幾個 你跟我說幾個 一個來 他就是紅土球場 幾個多少學生 紅土 多少學生 他一個年級有十幾個班 三個年級有四十幾個班 那其他的部分呢 如果您要詳細的資料 還有您再說啊 我們紅土球場的學校 當然還有其他的 對啦 你整理給我嘛 對 我要看到底是 市區裡面 用紅土的草地比較多 還是用PU的比較多 是 然後第二個部分 我剛才要跟您報告的是說 之前您在爭取 新營區 某學校的這個PU跑道的時候 我自己去做 那你不用告訴我 你知道我拜託日 我來安 去年會被騙到今年 我已經自己做了 沒有 當初我有跟您 很直接的跟您報告說 我們呢 在六百人以下的學校 我們當然都是申請中央經費 但是本來原則上 配合款一成的部分 我們可以提高配合款 這個我有承諾您 所以我也會做到 你是因為某一個議員要不要 所以你才會這樣幫我做 沒關係 各說各話 各自表示 一中各表 這個我有講過 所以我講過的話 我一定承諾 國長 你們的政策推動 一定要讓議員知道 不是把你們知道 到時候議員這樣扁 你跟會頭跟議員說 我的政策是怎樣 是怎樣 不會有 其實我們都有跟學校講過 就是六百人以下的學校 學生數六百人以下的學校 我講 說議員我的政策是怎樣 是議員在扁理 10月你跟議員說 啊 一定要這樣做 議員去拜託議員 10月在我們女子 沒辦法做 我本來跟歷史的 電故說你清楚 不是你講的 就完全你講都對 不是 因為我們 如果百人這個 他做草地的 做鴻圖的這個 其實是一百公三年 我還沒來到 我知道啦 我沒你講理嘛 我沒你講理嘛 好好嘛 都了解啊 你們的有的人 局長換來換去 有的 特殼小的人換來換去 齁 你們都沒有說過 過去所有做的 完全都沒有信任 我要等最好時間 把警察報告 府衛的和諧 要大家互相 體諒當期百姓需求 叫當期 致命的權利 叫議員 他要繼續連任 致命的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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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長 ��겠습니다 北方